这个城市这么大 我还能遇见你吗 何以琛 我回来了 佛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 才患得今生一次与你擦身而过 一千次回眸 患得今生在你面前驻足停留 而像何以琛与赵莫生这样 一直徘徊在相遇相知 再到别离错过的恋人 你说他们两人的前世 会不会什么都没干 而是一直互相在回头呢 这看似不经意间的一次擦肩而过 殊不知距离他们大学相恋后的不辞而别 转眼已过去七年之久 如今的何以琛 已从当年大学校园中那个冷面严望学霸 摇身变成了业界首屈一指的金牌律师 而刚从香港出差回来 还没来得及稍作休息的他 便在助理的陪同下 回到自己的事务所着手处理一件棘手的案子 而这个案子是为了两个集团公司 打算合并之后的股权分配问题 为了争取合并后的话语权 双方都不惜重金 请了业界内数一数二的律师 而另一方的律师 正是当年苦苦追求何以琛 去爱而不得的同班同学 十个多年同学间不期而遇的缘分 让另一方的律师代表感到惊讶 何律师当初是我们学校的后面人物 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子 恐怕他现在早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 客套寒暄几句之后 何以琛的大学同学许颖 便率先发言抢占先机 从而让几方集团占得优势 何律师 可以女士优先吗 当然 随后便是双方律师代表团 就两方集团在达成合并之前 唇枪舌剑针尖对卖忙的交涉博弈 自带主角光环的何以琛三言两语之间 执重对方集团要害 无非吹灰之力 便为几方代表集团取得优势 这让另一方的律师代表 虽不甘心但却输得心服口服 临别之际 另一方的律师代表不禁感慨 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在谈判桌上遇到何以琛 而此时 一身白衣的优雅文艺女青年 从一旁缓步走来 她叫何以梅 大美女 现在这么近 虽然从名字上看似于何以琛是兄妹 但却实则不然 何以琛从小父母因故早逝 是在何以梅的父母收养下求学长大 而何以梅对何以琛的用情之深 自然不言而喻 看来赵茉生已经是过去世了 也难怪有个这么漂亮的女主播 何律师一情别恋也是情人可缘 许影的误解 让何以梅听后心里沾沾自喜 可何以琛随后站出来说明 何以梅只是自己的妹妹 随后便找理由而离开 徐颖看着何以琛的背影 不禁对曾经的爱而不得 勾起心里一阵酸意 而另一边的赵茉生 刚从美国飞往上海的航班下来 与何以琛在机场出口错过之后 便提着行李箱 来到先前投递简历的杂志社面试 她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 漂亮的履历 让她和主编见面简单聊过之后 便得到录用 可随后 主编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因为她在国外发展得这么好 为何要回国重新开始自己的试验呢 面对主编的灵魂拷问 赵茉生也低头陷入沉思 最后也只能找理由 表示自己是在这个城市里 一路求学长大 对这个城市有别样的感情 而眼下解决工作问题的她 面对的另一大难题 便是自己的安身住所了 而主编也随即介绍 陆远峰为赵茉生的合作搭档 这个阳光男孩 也成了赵茉生的好友 而陆远峰得知她的处境后 随即便把自己一位出国朋友的房子 租给赵茉生居住 要是笑的时间太长 被人抓起来 可千万别来找我 收拾完房间之后 来到窗前的赵茉生 望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她心中一直思念的那个人 也直接浮现在她的心头 我回来了 你真好 而他们阔别七年后的偶然相见 也即将随之而来 时隔多年在遇出恋 你是先紧张的红了脸 还是难过的红了眼 是过往回忆中满满的温暖 还是感叹彼此终究错过的心酸 缘分的转轮 让刚刚回国的赵茉生 与何以琛不约而同的 来到了同一家超市 世界很大 大到一个转身 便是人海茫茫中的永不再见 但世界也很小 小到一个回眸 你便在我身边的不远处 驻足停留 而经历了数次 急怀万千网友的擦肩而过之后 赵茉生还是在不经意间 看到了何以琛 和陪在他身旁的何以为 阔别多年未见的赵茉生 以为二人已经走到了一起 此刻的赵茉生 一脸惆怅心里难掩失落 而眼下的他 似乎唯一能做的 便是不再打扰何以琛的生活 而就在此时 他的购物车 被其他顾客撞到了一边 赵茉生看到后条件反射 本能地想去抓住他 可还是晚了一步 购物车撞倒了物品 洒落一地 巨大的声响 引来了附近人们的目光 何以没走过来 先是发现了赵茉生 突如其来的碰面 让彼此都有些吃惊 因为他心里知晓赵茉生 在何以琛心里的位置 而随后何以琛也跟了过来 看见七年未见苦苦找寻的爱人 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两人过往甜蜜的回忆 仿如幻灯片一样 在脑中闪过 时间和空气仿佛凝固 被定格在这一瞬间 可奈何回忆的结局 是当年的不辞而别 何以没轻声地提示着何以琛 缓过神的何以琛眼神之中 略过一次哀伤 因为他在心里 还是对当年赵茉生的不辞而别 无法释怀 于是故作镇定的何以琛 直接选择无视赵茉生的存在 而缓步离开 他一步一步向赵茉生走近 毅然决然地和他擦肩而过 如同两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一般 两人也许在心里 曾设想过无数次离别之后 再相遇的场景 却不曾想到 会是如今这样的场面 赵茉生伤心失落地待在原地 而何以梅也悄悄地 跟着何以琛离开 开车行驶在道路上的何以琛 一言不发 表面淡定却抵挡不住赵茉生出现 带来的心乱如麻 人怕你会冲过去 可为什么你这样走了 我更难过 回到家中的何以琛 因为刚刚与赵茉生的突然重逢 久久不能平复内心的激动 他脑中一直浮现赵茉生 与自己对视的场景 彻夜难眠的思念 竟然何以琛这样的工作狂 第一次出现上班迟到的现象 这让他的律所合伙人 也忍不住心生好奇 这么沉默的游戏 这么多年少见了 而另一边的赵茉生 也迎来了他来到杂志社的 第一次拍摄任务 而所拍模特是 最近国内人气超高的萧小 陆远峰告知赵茉生 萧小虽然在国内很火 但是他的脾气 比他的知名度还要火爆 而谈话之间萧小也随之感到 摘掉墨镜对视的那一刻 赵茉生突然发现 被人称作萧小的模特 竟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兼同寝室的上下不室友 也是曾经大学时代 自己最好的朋友 小美不是要拍照吗 拍吧 萧小之所以对赵茉生的态度 如此冰冷 是因为他也对当年 赵茉生的不辞而别心生芥蒂 他既恨赵茉生 都没来得及和自己告别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萧小虽然对赵茉生的态度 一脸冰冷 可还是在拍摄一阵之后 约他来到摄影棚楼下的咖啡厅 二人久坐却一言不发 因为他们眼下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心有彼此无话不谈的好友了 赵茉生试探性地寻找话题 来打破眼下的尴尬气氛 你变了很多 是啊 我变了很多 我还被好朋友抛弃 面对夹杂在其中的误解 导致二人如今变了味道的友情 赵茉生虽然心怀愧疚 却又不知如何解释 他只能低头向萧小道歉 说明自己当年因为仓促去往国外 所以才没来得及和他告别 这些话你不用跟我说 你应该留着他何以撑脚 我想他并不在意吧 面对眼下爱情和友情的双重打击 赵茉生还能否做回最初的那个自己吗 此时的赵茉生 因为当年的不辞而别 在自己曾经大学同学萧小的心里 只不过是一个虚情假意的朋友罢了 因为当年的误解 让萧小对他与赵茉生之间的友情内心 感觉错综复杂 他想和赵茉生恢复成原来那样的好朋友 但心里又无法原谅他曾经的不告而别 眼见聊天的气氛愈加沉重 为了缓和气氛 赵茉生便提议换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怎么了 聊不下去了 换个话题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吗 尴尬的草草结束对话之后 二人便重新回到了摄影棚里 正当赵茉生打算筹备接下来的拍摄计划时 萧小却借不说自己身体不适 不打算继续拍摄 可杂志社的出版已提上日程 这让一旁的陆远峰觉得 萧小是故意刁难他和赵茉生 于是便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和萧小吵了起来 可脾气暴躁的萧小 当着赵茉生和陆远峰的面 直接撕毁了合同 然后便转身离开 赵茉生和陆远峰回到杂志社后 陆远峰便把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了主编 正直的主编并没有觉得二人有任何过错 只是对萧小的职业道德愤怒不已 看着撕毁了合同 主编随即便给萧小的经纪人打去电话 并打算对萧小撕毁合同违约赔偿一事 进行控诉 主编对赵茉生说明 即使他还没来到杂志社工作的时候 整个小组的员工 也拿萧小一点办法都没有 索性趁着这次撕毁合同的事 直接对其控告 已被灭一灭他的威风 赵茉生因为担心萧小的处境 便想找到萧小将此事和解 可陆远峰却劝他打消这样的念头 因为萧小的脾气暴躁 听不进任何人的劝阻 眼见赵茉生心有不甘 陆远峰便把萧小的联络方式 给了赵茉生 可当他打过去的时候 对方却一直是无法拨通联系的状态 而另一边的萧小 却打算先下手为强 而他虽然违约在先 但心里又有如此底气 完全仗着自己的代理律师 就是业界王牌何以琛 而萧小此番最直接的目的 便是为了给何以琛 和赵茉生制造二人重新相遇的机会 可他却并没直接告诉何以琛 关于赵茉生的事情 不是我熟悉的摄影师 我找不到感觉啊 何以琛告诉萧小 从合同之中 他轻而易取的就找到了突破口 合同中要求摄影师 必须有国内五年以上的工作资历 而为他拍摄的这个摄影师 是从国外回来 所以对方如果无法证明 有国内工作资历 那么杂志社将避书无疑 可何以琛也告诉萧小 虽然官司可以轻而易取的解决 但是这已经是他本年度 第五次主动挑起事端 如果再有下次 他将取消明年和萧小的合作计划 萧小让何以琛亲自办理这个案子 可何以琛却觉得这种简单的案子 不用自己亲自出面 把资料交给自己的下属员工打理就可以了 而当萧小离开后 把摄影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委托员工转交到何以琛的手上 当何以琛看到纸条上的名字之后 还是告诉下属 这个案子由他自己亲自处理 由于赵默生刚刚回国 虽然实力一流 但在国内的工作资历一片空白 杂志社的主编为了能和平地解决此事 只好安抚劝说赵默生亲自找萧小的律师进行面谈 他虽然知道错误不在赵默生身上 但为了公司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赵默生按照地址来到了袁向和律师事务所 看到律所的名字 他心里顺时泛起了遐想 袁向和 是合伙人的名字呢 这里也有律师姓默吗 而此时的他还并没有意识到 约他前来的律师正是何以琛 联系这位摄影师 告诉他 我希望他能亲自向我证明 他的摄影师资料 否则他们将会面临超恶赔偿 三十岁纯情处男的报复心里有多强 何以琛当得知为萧小拍摄照片的摄影师 就是自己当年大学时代的初恋赵默生时 他退掉了自己身边所有的繁杂事物 而看似一脸淡定的何以琛 此时的心里却早已情难自意地泛起波澜 而赵默生拿着主编给的地址 来到律所找寻萧小的律师争取和解 但此时的赵默生还不知道 约他前来的人正是何以琛 赵默生缓步走进律所 向前台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接待人员给何以琛的助理打电话 得知律师都在开会 于是便让他到旁边的咖啡厅内稍作等待 可赵默生来到咖啡厅后 这一等就直接从白天等到了黑夜 而殊不知此时的何以琛 只是故作镇定地待在自己办公室里翻看文件 而他的目的只是故意把赵默生晾在一边 因为他也想让赵默生感受一下 等人时的那种煎熬滋味 夜晚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而此时的何以琛坐在咖啡厅外的车里 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坐在咖啡厅内的赵默生 此刻的内心早已是五味杂陈 夹杂着些许报复的快意 可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只是为了这样偷偷凝望着那个 让他一直日思夜想的恋人 而此时的助理给何以琛打来电话 何以琛让助理去咖啡厅内 取回赵默生带来的资料 然后让他离开就可以了 助理按照他的吩咐和赵默生交涉 收拾好资料之后 没有带伞的赵默生 只能迎着倾盆大雨跑步快速离开 看着赵默生离开的身影 何以琛心中对赵默生的担忧之情 正在一点点的埋没他心头上的恨 回到办公室的何以琛 看着赵默生带来的资料 他试着在心底感知在分别七年的时间里 赵默生所见过的人和去过的地方 随后不经就意触及心头 陷入到过往二人的回忆之中 而此时何以琛的突然到访 打断了何以琛的思绪 何以琛调侃她这么晚 却还卖力的在律所加班 简直如同不知休息的机器一般 典型的工作狂 而谈话间 何以琛却无意间看到了桌子上 带有赵默生名字的档案袋 何以琛瞬间预感到了一些事情 可却依旧强装淡定 隔天何以琛找到萧小 询问她本人的意愿 是否真的要将此事追究到底 看见对方是谁 是有道理 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跟你确定一下 我是真的 没想告诉她呀 我就是觉得好玩 萧小随后直言 自己此次的真实努力 就是为了给他们两人 创造再次见面的机会 萧小好奇地向何以琛询问 他们两人再次重逢时的情形 她没见到 为什么 何以琛害怕自己的心思 被他人洞穿 说明萧小的这个案子 她是派自己的助理一直跟进 因为此次合同纠纷 过于简单清晰化 根本用不到自己出手 而她也没有必要和赵莫生见面 心里永远留着一根刺有意思吗 你究竟想干什么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萧小 我不知道你居然会这么无聊 我真是这么无聊呀 萧小想让他们两人安静地坐下来 讲清楚其中的误会 可何以琛却觉得 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误解 萧小早已看穿了 何以琛故作坚强的心思 于是便言语暗示何以琛 哎呀 就是不知道这个赵莫生 这次回来 什么时候再回去呀 那万一明天走了怎么办呀 萧小的话 直接触碰了何以琛的心 于是她便借过公司有事 而心情烦躁地离开 爱一个人 就是当自己看不到她的时候 就连走过她曾走过的路 心里都是幸福的 何以琛心不在焉地来到超市 漫无目的挑选物品 随后她便情不自禁地来到那天 她与赵莫生对视许久的地方 想着那天的场景 她心里顺势泛起波澜 随后便伤心地离开了 可心情低落的何以琛 却没意识到 自己的钱包无意间掉在了地上 但是钱包里 却一直藏着一张赵莫生的照片 而这个钱包 也被超市里的保安捡到了 照片上的人是你吧 虽然和现在差别很大 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照片上是我 但这个钱包 确实不是我的 我不能拿 一张赵莫生大学时的旧照片 竟成了何以琛与赵莫生 在过往分别七年之中 每当思念赵莫生时 苦苦支撑的唯一心灵寄托 可却不想钱包无意中 掉落在超市里被保安捡到 保安推测 即使这个钱包 不是赵莫生本人的 那也一定是他认识的人 或者是在心底一直喜欢他的人 与其放在超市之中无人认理 倒不如交由他来处置 说不定啊 我还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此时的赵莫生 还不知道这个钱包的主人究竟是谁 回到住处以后 赵莫生心事重重地望着钱包 他的第一反应猜测 这个钱包该是何以琛的 可是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回想起 两人时隔多年再次偶遇重逢的场景 何以琛对自己那种冷漠决绝的态度 赵莫生单纯地认为 现在的自己已经走不到何以琛的心里了 他都不想见我 怎么会是他的 钱包里没有相关的身份证件和银行卡 赵莫生看着钱包家层里 自己大学时的旧照片 不禁触景生情想起就是 那时的自己拥有着世上 两个最疼爱自己的男人 可现在的自己却心无所意 他拿出照片随后转过背面 看着照片背面清晰的自己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 却又忍不住一阵心酸 一瞬间 二人最初相遇的场景 情不自禁地映入赵莫生的脑海之中 那是他最开心快乐的时光 何奈何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如今的自己 只有无尽的感慨和振振忧伤 人生若止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忧伤的赵莫生 隔天便打算把钱包归还 可是他却不敢直接面对何奕琛 于是只能孤单地坐在隔壁的咖啡厅里 默默注视着律所出入的人群 而此时的咖啡厅里 一个男人正默默注视着赵莫生的怪异举动 他是何奕琛的律所合伙人老袁 当赵莫生看到何奕琛 从律所走出来之后 他才拿起背包来到律所 确认何奕琛是在这里工作之后 他便把钱包交给了前台的工作人员 并委托他转交给何奕琛 然后便暗自离开了 老袁回来询问前台 得知这个女孩是杂志社的摄影师 此次来是给何律师归还钱包的 这让老袁颇感意外 因为在合伙人老袁的心里 何奕琛多年以来 一直是典型的不敬女色黄金单身汉 于是便把钱包拿走 打算对何奕琛调侃一番 何奕琛回到律所后 老袁拿着钱包跑来质问 并让他老实交代 何奕琛看着自己的钱包颇感意外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钱包 怎么会在老袁的手里 老袁把钱包还给了何奕琛 并告诉他有个短发女孩 曾在咖啡厅里一直偷偷注视着他 直到他离开律所后 人家才敢进来 看着我走了 他才进来 对啊 老袁开玩笑地挖口着何奕琛 说明刚刚那个女孩 一看就是对他用情置身 眼神之中全是满满的爱意 何奕琛听了之后 心中不禁泛起波澜 他支开老袁之后 内心却无法平静 因为赵默生对于他来说 是他永远的软肺 回忆之中 那个一身阳光满脸微笑的女孩 在自己假装坚强的外表之下 却在对视之时紧一眼 便深深注尽了自己的心底 那个阳光明媚的夏天 怦然心动的邂逅相遇 注定让二人在彼此心中 埋下了一世情缘 回忆越是甜美 这一刻越是让何奕琛心如刀割 看着钱家里面消失不见的照片 如同他曾经失去的爱情 此刻空洞了内心 而他也决定 去找赵默生取回钱包里的照片 爱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都只不过是为了想多见你 何奕琛永远是那个 说着最绝情的话 却一直心怀深情的男人 在赵默生不辞而别的 七年漫长等待之中 他从未在心底 动摇过这份感情 一句刻意保持距离的称呼 强装淡定地表示 他此刻心中的满不在乎 阔别多年后的正式见面 二人虽然怀揣不变的深情 和心中的千言万语 但却都呆呆地愣在原地 刻骨铭心的过往回忆 充斥着二人的心底 让疼痛感如梗在喉 赵默生为了缓解尴尬气氛 想给何奕琛倒一杯咖啡 可何奕琛却假装自己 时间紧迫而拒绝 你来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这里面原来有遗争照片 赵小姐知道下来 赵默生低头不敢与何奕琛对视 如同多年之前 他在准备说谎的时候 不敢看何奕琛的眼睛一般 他表示自己并未见过照片 可何奕琛却反问赵默生 如果里面没有照片 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个钱包是他的 面对何奕琛的质问 赵默生像个犯错的孩子 低头愣在原地默不作声 此刻的何奕琛 看着他的样子 也是心疼的同时 有些无可奈何 何奕琛的这句话 让赵默生心头一震 因为这是曾经大学二人嬉笑之时 他对自己说过的话 他看着面前的何奕琛 却不知道眼前的他是否 还是曾经当年的那个人 赵默生告诉何奕琛 照片在自己住的地方 现在并不在身边 何奕琛让他明天带来 自己会再来去 你要我照片做什么 何奕琛被赵默生的突然发问 禁意识不知如何作答 他不敢吐露自己真实的心声 心软嘴硬的何奕琛 最后只能用冷酷无情的言语 来维持心里此刻的自尊 也许我想放在我身边 实时提醒我那段愚蠢的过去 说完之后 何奕琛便直接离开 赵默生叫住何奕琛 并告诉他照片 自己会明天给他送去律所 下班之后的赵默生一个人 孤单地走在路上 他驻足站在街边的玻璃窗前 看着光线折射之中的自己 却突然想起了何奕琛的那句话 是愚蠢的过去吗 伴随着记忆的车道 穿梭回到多年之前 那个阳光明媚的夏天 一个承载着青春和理想的大学校园 迎来了一群不负韶化的深深学子 赵默生坐着父亲的豪车踏入校园 可他却并未让父亲送到宿舍门口 因为他不想让其他同学看来 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富家女 他提着拉杆箱带着相机 步行穿梭于被绿色覆盖 承载着肆意青春的大学校园 满脸微笑地迎接属于他的大学生活 而就在此时 一位身穿白色衬衫 坐在树下 神情专注看书的俊朗大男孩 顿时吸引了赵默生的全部注意力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细细地 洒在他的身上 而他也一下子 住进了赵默生的心里 他急忙拿起相机 对着让他一见钟情 心动不已的大男孩 按下相机快门的那一刻 也在冥冥之中 定格了他命中的仪式情缘 赵默生的举动被何以琛察觉 对视一刻 那个白衣少年 文雅俊朗的面容 仅一眼便让赵默生彻底沦陷 何以琛走到赵默生的面前 而那时性格开朗跳脱的赵默生 却对何以琛率先 直接来了一句小女生的调侃 我在这儿好好拍风景 你怎么跑我画面里来了 何以琛微笑地看了一眼赵默生 然后便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也是从这一刻起 法学戏校草何以琛的身后 永远有个小跟班 不离不弃的默默相随 你跟着我干什么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也没有告诉我你哪个戏的呀 我为什么告诉你 那我不然怎么把照片给你啊 不用了 古灵精怪的赵默生 言语中暗示何以琛 如果他不告诉自己这些信息 他就把洗出来的照片贴满学校 为了顾及自己的名声 何以琛只好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给他 何以琛 国际法二年起 但二人之间的缘分 也从此刻正式拉开了帷幕 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呢 我都追了人家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面对赵默生单刀直入的告白 何以琛竟然一时语色 紧张到说不出话来 也是从这一刻起 那个白衣少年的身后 永远有个不会偷懒的小尾巴 整天乐此不疲的默默跟随着他 也是在这慢慢的陪伴之中 何以琛早已经习惯了有赵默生的存在 用他那些古灵精怪的神情举动 让自己孤独的内心 渐渐有了一种踏实温暖的归属感 在恋爱当中 习惯是个可怕的东西 他可能会让我们在短时间内 就习惯了有人陪伴 但当有人离开时 可能却穷尽一生都无法释怀 而不管是在校园的路上 还是学校的食堂 赵默生总会有意无意地制造 与何以琛相遇的场景 少言寡语的何以琛 看着坐在对面喋喋不休的赵默生 口是心非的他 却表现得一脸不耐烦 可在他的心里 却正在一点点习惯这个 满脸微笑的女孩 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 为了走进何以琛的世界 不爱动脑的赵默生 甚至在大学里 选修了最让他头疼的法律课程 每当想到做一件事情之后 也许就会和心爱的男生 走得更近一些时 他内心就有停不下来的动力 而这些暖暖的付出 正一点点的融化着何以琛的心 只是外表冷漠的何以琛 从不敢表现出 他对赵默生的在乎 而当他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 时常会拿出赵默生初见时 为他拍的那张照片 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那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女孩 和与他对视的那一瞬间 因为在直男何以琛的心里 只一眼便想爱你万年的决定 早已偷偷地扎根在他心底 随着大学社团活动的报名开始 法学系的社团报名处 早已因为校草何以琛的存在 出现了人山人海的局面 这又怎么能少得了赵默生的身影 可在社团人员加入审核的时候 赵默生递交的申请 却遭到了暗恋何以琛的许颖强烈反对 他以赵默生是新生且所学专业 与法律不对口为由 想拒之门外 可社长却觉得这个女生会涉影 因为每年法学系 都会有辩论大赛需要有人拍照片 正好可以将赵默生的这个优势利用起来 而许颖询问何以琛的意见 何以琛也为赵默生投了赞成票 自古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深知赵默生心思的许颖 在他入社当天 便直接给赵默生来了一个下满灰 许颖告诉赵默生 他知道他来社团的目的是为了何以琛 但社团内并非谈情说爱的地方 师姐 我明白了 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在社内做事 涉外追人的 赵默生的话 差点把许颖切得当场的喉吐白沫 而他俏皮的性格和勇敢追求何以琛的事情 也很快传遍了笑容 而公报私仇的许颖 也把赵默生当成了自己的出气筒 和打杂的人手 跑腿帮整个社团的人员买饭 充当立功为社团搬水 这个富家女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为了何以琛她现在都心甘情愿地忙活着 并且乐此不疲 知道赵默生感冒了 何以琛也偷偷地把药放在了桌上 然后默默地离开 这些看似不经意地关心 也把两个人的内心拉得越来越近 赵默生已经有多日 没有来社团报道了 许颖特意把这个消息告诉社长和何以琛 并告诉他们这样的新人做事 很不定性没有毅力 何以琛听到这样的消息 心情烦忧 随后便生气地找理由而离开了 何以琛去律所实习的路上 满脑袋都是之前与赵默生相见时的场景 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那份爱便藏在想起她时 嘴角的那一抹微笑 更会在内心深处慢慢烫伤烙印 让一生都挥之不去 而她却在不经意间 在一家高档餐厅里看到了 正在对着高点拍照的赵默生 想着赵默生没来社团 却一个人躲在这里 这让何以琛的心里十分气愤 何以琛你怎么在这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怎么没在这 无法是 我绝对绝对没有跟总理来的 少梅在这附近能打工 我晚上怕她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所以我就在这等 此时的何以琛才知道 原来赵默生多日没来社团报道的原因 是因为她一直陪着大学室友 因为少梅也是后来的萧小 在前几日兼职回校的路上 被人抢走了钱包 可少梅家境贫寒 就连上学时的学费 都是家里人借钱才凑齐的 看着眼前让人心疼不已的少梅 赵默生当即决定 以后 她兼职下班夜晚回校的路上 自己会一直陪着她 这也是为何多年之后 萧小依然在自己心底 把赵默生当成最好朋友的原因 看着赵默生离开的身影 她心中先前所有的误解和气氛 都一时间化为乌有 而这个女孩的善良和脸上的微笑 却深深扎根 住进了何以琛的心里 少梅不懂为何每次回校的路上 赵默生都会从男生宿舍门口路过 赵默生告诉少梅 因为这里有何以琛走过的路 喜欢一个人 就是走过她曾经走过的路 心里都会有甜甜的幸福感 少梅只觉得赵默生中毒太深 是个典型的花痴 赵默生因为陪伴少梅的原因 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来辩论社了 当她再次走进社团的时候 徐英感觉自己终于抓住了她的把柄 于是当着众人的面 就要宣布开除赵默生的决定 而关键时刻 何以琛却站出来替她撑腰 因为过几日便是全国大学生辩论大赛了 而辩论社正好缺一位拍照的摄影师 何以琛的举动令徐英气急败坏 走出社团之后 赵默生感谢何以琛刚刚替自己解围 并承诺会在全国辩论大赛之时 把她拍得更加帅气 渐渐的二人之间也开始走得越来越近 再去参加全国大学生辩论赛的路上 何以琛还主动为赵默生站了自己旁边的座位 可是到达目的地之后 下了车的何以琛却显得状态很不好 原来昨晚在宿舍里 何以琛陪室友吃了不干净的烧烤 但是作为自己大学本次辩论社的主要辩手 大赛在即 何以琛已无退路可循 只能咬牙坚持比赛 但不巧在上场之前又发生了意外 何以琛发现自己的辩论提示卡不见了 而何以琛的背包 之前都是由赵默生一直在看管 徐英勤急之下借题发挥 把这一切责任都推到了赵默生身上 就在赵默生内心惭愧不已的时候 何以琛又霸气救场 替赵默生几位 一个还需要提示卡才能赢得变数 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变数 伴随着何以琛的一句霸气宣言 全国大学生辩论赛的决赛也正式开始 来到现场之后 何以琛简练明晰的辩词 引得全场观众掌声连连 可是到了辩论赛最后陈词总结之时 何以琛的肚子却突然起了反应 看到此情形 大家的心都跟着紧张地提到了嗓子眼 不过好在何以琛迅速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 并一股作气出色地完成了最后总结陈词 而她的出色发挥也再一次为学校摘得桂冠 甚至让对方的漂亮女变手 直接化身何以琛的小迷妹 对何以琛一番深情告白 何以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搞得有点蒙圈不知所措 这时她看到了不远处的赵默生 于是便示意让她过来替自己解围 可赵默生却一脸微笑无动于衷 在自己心底打起了小算盘 直到女孩被直男何以琛果断拒绝后 赵默生才笑嘻嘻地跑了过来 何以琛询问赵默生 刚才为什么不过来替自己解围 赵默生却不怀好意地告诉何以琛 赶跑情敌这些事情是需要有名分的 名分 何以琛此时才反映过来赵默生的小心思 而随后赵默生从自己的背包里 拿出给何以琛买的药 赵默生无微不至地关心 让何以琛的心里感到无限温暖 而望着自己面前的女孩 何以琛的心里也暗暗做出了一个决定 如果说三年后你注定是我女朋友 我何不提早行使自己的权利呢 伴随着法学系才子何以琛特有的表白方式 赵默生的身份也迎来了转正 成了何以琛的正牌女友 这让她一连几天都兴奋得难以置信 要不是有地球引力 我看她是要开心地跳出银河系的 而二人也正式开启了她们形影不离的洒狗粮模式 只不过情斗初开的赵默生 俨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搞得有些手足无措 从之前叽叽喳喳的调皮女 瞄变腼害羞的乖乖女 而不管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还是被校园夜晚灯光 铺满的悠长小路上 都能看到二人的甜蜜足迹 我一定会做一个最好的女朋友的 听话就好 我一定会特别听话的 而何以琛也早就习惯了有赵默生的陪伴 甚至在自己的课堂上 也习惯有这个小尾巴的跟随 二人温馨甜蜜的样子 让喜欢何以琛的徐颖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恼羞成怒的质问赵默生 你好像走错教室了吧 就在赵默生被质问的一脸尴尬的时候 何以琛又开启了他的霸气狐亲 带女朋友来上课 不可以吗 徐颖被何以琛回怼的哑口无言 而何以琛对赵默生的百般维护 也让徐颖心知肚明自己彻底没戏 但是他心里极度不平衡 他不甘心以自己的条件 会输给平凡的赵默生 既然自己得不到的人 那就索性把他诋毁的一文不值 借着课间休息 何以琛与赵默生分开之时 徐颖找到了赵默生 他先是言语挖苦赵默生 像是何以琛身边一个打杂的保姆 可赵默生却不为所动 他告诉徐颖能为自己喜欢的人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感觉很开心 眼见赵默生对自己的话油言不尽 徐颖也开启了他心中 因爱生恨的攻击诋毁模式 有什么了不起 你以为你赢的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吗 我们法学院的高材生 不过是个穷鬼而已 徐颖的言辞仿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子 深深扎进了何以琛的心里 面对徐颖对何以琛的诋毁 一向与人无争 谦逊由理的赵默生 也顿时化身护肤狂魔 他告诉徐颖 他现在身上拥有的一切 也不过是仗着家里的先天条件罢了 而有的人 转瞬从云端跌落 被摔得体无完肤一无所有 就是从他口出狂言 狂妄自大的那一刻开始的 徐颖被赵默生的话气得无言以对 随即便恼羞成怒地离开了 而赵默生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被何以琛看在眼里 也让他深深地铭记于心 此时的何以琛已暗自下定决心 赵默生就是他心中那个 决定要守护一辈子的女儿 何以琛说他不需要知道 只要自己心里记得就可以了 赵默生感觉何以琛奇奇怪怪的 而随后赵默生 便幸福地拉着何以琛的手离开了 隔天的何以琛给赵默生打电话 约他去食堂吃他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可却被电话那头的赵默生给拒绝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搞得何以琛尽一时不知所措 因为这个最喜欢黏着自己的小跟班 竟破天荒的头一次拒绝了自己的邀请 就连何以琛的室友都看出了何以琛此时的失落 原来今天是何以琛的生日 晚上赵默生来到男生宿舍楼找到何以琛 可他却跑了一天 也没挑选出一样适合何以琛的礼物 看着自己身前这个让他疼爱不已的女孩 直男何以琛直接吻了上去 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毫无准备的赵默生直接愣在了原地 一脸错愕淡然的赵默生 此刻却掩藏不住内心的怦然心动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而转眼又是一年开学季 又一群充满阳光气息的深深雪子 踏入了大学校园 而其中也当然包括那个一直在心底深爱何以琛的何以琛 而从名字之中 赵默生却一直以为何以琛是何以琛的妹妹 而这个柔弱文静的女孩 又会给赵默生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当何以琛狠心决绝地把分别之意脱口而出的时候 赵默生仿如五雷轰顶 他呆呆地愣在原地难以缓过神来 故作坚强的赵默生没有让眼泪夺眶而出 而是痛彻心扉地偷偷流进了心里 这对曾经决定相守一生的甜蜜恋人 又缘何会走到如今这般地步呢 原来就在大学新生开学之际 何以梅也如愿地踏入了大学校门 当他看到赵默生在何以琛面前 一脸幸福甜蜜的样子之时 他却心如刀割 但此时的何以梅却认为 他们之间的偶然相识 抵挡不过他与何以琛之间的青梅竹马 正如梁静如的歌词中所说 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 可何以梅却只能在卑微的感情中过着愚人节 因为他不知道有一种坚如磐石的感情 叫做何以琛与赵默生 足以抵得过他心中的青梅竹马 而转眼何以梅也在大学时代 迎来了他的第一个生日 赵默生从何以琛那里得知是何以梅的生日后 便带着何以梅来到蛋糕店 为他精心挑选了他最喜欢的蛋糕 然后送给他 赵默生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何以梅心生一丝暖意 但他却无心对赵默生产生过多的好感 因为在何以梅的心里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对何以琛的感情重要 他把蛋糕带回宿舍分给室友 室友也很羡慕 何以梅有一个帅气的哥哥 和一个对他如此暖心的事情 他对我真的不错 如果不是 也许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吧 直到某天一个雨点稀稀利利的下午 三人从学校外面回来 何以琛故意把何以梅织走 让他自己先回宿舍 然后便拉着赵默生 去一个安静无人的角落伴组 而这一幕 却刚巧被杀了的回马枪的何以梅亲眼目睹 这让他备受打击心如死灰 一时难以缓过神来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宿舍 想着刚刚的情景 何以梅意识到 何以琛对赵默生是发自真心的 而他也暗暗下定决心 不能让自己再这样傻傻地等下去了 他要向赵默生发起反击 他要夺回心里那份属于他的爱情 我跟以琛不是学生 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爱以琛 我觉得你比得过我们 那么多年轻的那种马的感情 何以梅说完便离开了 赵默生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愣在原地 何以梅的一席话 翻来覆去地在赵默生的头脑之中响彻 而赵默生知道 他想要的一切答案 都需要在何以琛那里问寻 他把电话打到男生宿舍楼 却从何以琛的室友那里得知 何以琛出去有一会儿了 也应该快回来了 赵默生只能傻傻地躲在宿舍楼下 而殊不知此时的何以琛 正是被赵默生的富豪老爸约出来谈试的 不过不是那种开个巨额支票 让他远离自己女儿的那种桥段 相反的是 他知道自己的女儿 在心底非常深爱这个大男孩 他想出资让何以琛 与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去国外发展 而他愿意承担两人所有的费用 因为他预感自己即将东窗事发 他想给自己的女儿安顿好留下退路 可当何以琛得知这个叫做赵清源的男人 就是赵默生的父亲的时候 他却心生恨你 因为他父母当年的离世 和这个男人有着千丝万米的联系 何以琛拒绝了赵父的提议 随后便伤心地离开 此时的何以琛不知如何再面对 他与赵默生的感情 因为赵父是一位银行行长 因为个人贪腐即将落马 而当年他因为收回何以琛父母的贷款 导致其资金链断裂 被债主上门逼债 而意外离世 赵默生看到何以琛回来 急忙高兴地跑过去拉着何以琛的袖口 却被何以琛直接挣脱开 这才有了故事开头何以琛狠心决绝地 向赵默生提出分手的桥段 何以琛因为父母的事情一时间 无法接受赵默生 而赵默生却把两人间的关系变化 都归结为何以琛在心里放弃了自己 而选择了何以琛 而这样的误会 也直接让两人之间甜蜜的爱恋 戛然而止 赵默生 你觉得 你比得过我那么多年轻人猪马的感情吗 往事不禁回首 就一触及心头 而经过跌宕起伏的七年分别 如今的赵默生 因为遭受人生变故变的沉默寡言 而心有彼此的二人 还能如愿地走到一起吗 大学时候多单纯 不管你成多冷漠 多巨人千里 我都可以端着一张笑顶 跟前跟后 现在 却都说两句话的勇气 都没了 当何以琛看着信封之中刚刚送来的照片 他急忙询问下属来送照片的人在哪 得知赵默生刚走 何以琛不加思索 发疯一般地直接追了出去 就连他的合伙人 都从未见过一向稳重的何以琛 为何会变得如此不正常 而刚刚走到路口的赵默生 却被一辆白色汽车直接拦住 摇下车窗的那一刻让赵默生稍显惊讶 因为他没想到 何以琛会直接追了出来 何以琛用强硬的语气让赵默生上车 仿如当年大学时代的赵默生 从来不敢拒绝何以琛的命令一般 两人都是彼此各自心中的软肋 对于对方提出的要求 向来都是没有什么抵抗力 何以琛借着赵默生 此次归还照片的缘由请他吃饭 而心底的真实想法 只不过想和赵默生多待一会儿 可吃情不改的何以琛 却依旧装作一脸冷淡的表情 可到了餐厅后 这个刚刚还一脸冷漠的何以琛 就点了大学时代赵默生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霸气总裁的申请 总是暗藏在他高冷的颜值下面 让人毫无招架值 而吃饭之时 何以琛拿出自己的电话 借着之前萧小案子有事需要和他沟通 让赵默生把他的电话号码 存到自己的手机里 饭后已然是天色见晚 何以琛开车 把赵默生送到了住处 赵默生客套的向何以琛表示感谢 随后便下车目送何以琛离开 可刚离开的何以琛 便把电话直接打了过来 赵默生俨然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 认真地保存何以琛的电话 隔天下班之后的赵默生来到律所找何以琛 何以琛借着自己是萧小委托律师的身份 把自己心中憋了七年的问题都问了出来 哪一年去的名 2004年 具体日期 2004年9月 日期 面对何以琛的逼问 赵默生只能安静地回答着他的问题 随后何以琛又根据赵默生之前提供的资料显示 他在国外工作时 曾为多位好莱坞的巨星做过个人拍摄 俨然是事业有成 他询问赵默生为何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 而选择回国发展 何以琛想在心底知道 赵默生的心里是否和自己一样 依然放不下两人之间 曾经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可面对何以琛的提问 赵默生却并没有要做出解释的意思 只是一直低头沉默不语 而何以琛看着此时赵默生的表情 也不忍心再逼问下去 他虽然很想知道答案 但他更在乎赵默生的感受 于是谈话只能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何以琛趁机问了一个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却打着自己同事的幌子询问何以琛 她心里未来的妻子是什么样子的 可何以琛却不加思索地回答 你知道的 听到这样的答案 何以琛一顿时难掩心中的失落之情 你决定还是她吗 何以琛没有继续回答何以琛的问题 不过从她沉默不语的态度之中 何以琛却已然知晓了那个让她伤心不已的答案 可心中深爱何以琛的她 却不想就此轻易放弃 两人吃饭之时 何以琛依旧心事重重的样子 何以琛深知何以琛心不在焉的原因 但是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因为在她的心底 她一直把何以琛看作是她的亲妹妹一般 尴尬地吃过饭后 何以琛从钱包里拿钱买单 然后便去了洗手间 而服务生随后把找回的零钱送过来 何以琛想把零钱装进钱包 却在打开钱包之时 无意间看到了夹在钱包内的照片 这让她惊讶的同时 心中涌起无限哀伤 因为她深知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是赵陌生依旧住在何以琛的心里 从未离开片刻 看出何以琛的心事 直男何以琛 也不想让她一直沉浸在自我折磨的痛苦之中 而她也决定把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 直截了当地告诉 一直把她当作亲妹妹的何以琛 而何以琛真的能对心中 深藏多年的感情彻底释怀吗 你以后会明白 如果世界上 曾经有那个人出现 其他人 都会变成将就 我不愿意将就 爱情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伴随着何以琛直言不讳地 何以琛瞬间明白了一切 她曾自信地认为 她与何以琛青梅竹马的感情 抵得过她与赵陌生的一见钟情 但在这一刻 她曾经所有的期望和幻想 都瞬间灰飞烟灭 伤心绝望的何以琛 只能寒泪无奈地离开 而隔天身为模特的肖小 就在网络上 被一场不雅照片门事件 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为曾经大学的铁杆闺蜜 赵陌生深知肖小的人品 所以她对事件的真实性自然不幸 她仔细查看网络图片 凭借多年摄影 和与照片打交道的经验 她立马察觉到其中图片 是被合成的蛛丝马迹 而陆远峰也同意赵陌生的看法 只不过要想推翻网络上的舆论 必须找到原始图片两者进行比对 才能让流言蜚语 不攻自破 赵陌生因为担心肖小的处境 整日心不在焉 而舆论却还在持续发酵 而她在吃饭时 无意中听闻隔壁桌的女士说 这些照片和前些年某论坛上的图片相似 这让她瞬间察觉到了一些端倪 而她在废了一番周折之后 也如愿找到了原始素材 可肖小因为自己的处境 电话整日关机 不敢再出现在公众场合 联系不到肖小的赵陌生 只能给她的代理律师何以琛打去电话 得知肖小一直躲在何以琛的律所里 赵陌生也决定把这些原始图片 作为证据马上亲自送过去 而陆远峰也在马不停蹄地帮忙在论坛回帖 替肖小解围 得知赵陌生要来 何以琛便早早地等在门口 当看到赵陌生匆忙跑来的时候 对视一刻 却掩藏不住两人彼此心中的那份深情 何以琛把赵陌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 肖小的经纪人看到原始图片后 顿时感觉是赵陌生的出手帮忙 才解救了身处困境的肖小 而何以琛也觉得有了这些证据 自然可以还肖小清白 她也决定马上起草相关文件 来控诉诋毁肖小的相关杂志 进行名誉恢复和相关赔偿 眼见事情真相即将揭晓 肖小的名誉也即将恢复 可她却依旧高兴不起来 因为在她的心底 还有一直让她放不下的那份友情 肖小说明她在大学里 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可在她最难过的时候 那个朋友却没有陪在自己身边 说完之后 肖小便跑了出去 可他们却不知赵陌生在博外受的苦楚 孤苦伶仃的境遇有何曾有人理解 可是那些年的变故 是她轻易不敢与人提及的伤疤 而正是她心中对何以琛的那份深爱 才让她在那样孤独无助的境遇中 一点点的支撑坚持走过来 赵陌生来到楼梯处 轻声安慰孤独的肖小 肖小接过赵陌生手中的水飞 如同接起他们那份 曾经被暗下暂停见的真挚友情 肖小为自己刚刚过激的言语 给赵陌生道歉 可善良的赵陌生理解肖小的境遇 他期望肖小从困境之中站起来 重新做回那个开心快乐的自己 肖小因为这份失而复得友情 他眼含热泪直接拥抱了赵陌生 而他们先前所有的隔阂 都在友情的拥抱中烟消云散 而被赵陌生劝慰走出来的肖小 也随即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 来回击那些诋毁质疑他的人 肖小的重新振作 让众人替他感到欣慰 肖小离开之后 何以琛打算开车送赵陌生回去 赵陌生因为心中胆怯婉言 拒绝了何以琛的提议 来到公交站牌的赵陌生 一直低头沉默回想着 他与何以琛的过往 一丝忧伤划过心头 让他对二人过往的甜蜜回忆 无比眷恋 甚至不知不觉间 连公交车已然开到了终点都没发现 在司机的提醒下 他才知道自己已然坐过站好久 下了车的赵陌生 刚走出几步 就看到了何以琛开车赶来 何以琛依然用霸气的语气 让他上车 而赵陌生依旧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 我看见你上错了车 我就一直跟着 那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 让看看你什么时候才会发现 结果和大学的时候一样 赵陌生听着何以琛的话 低头沉默不语 但嘴角却情不自禁地偷着一抹微笑 一丝甜意也从心头悄然经过 而他们两人间的深情故事 也还在继续 大律师 后天有空吗 这次的事情还没谢谢你呢 萧小因为自身的照片风波一事 在赵陌生和何以琛的帮助下得以化解 于是便决定请客吃饭以示感谢 可电话这头的何以琛 却因为工作繁忙唯有果断拒绝 而萧小也自然知道她的软肋 那随你吧 反正我叫了陌生 她说她要带他们杂志社的一个男同事来 听了萧小的话 何以琛顿时坐不住了 几点钟 在哪里 不得不说赵陌生 真是何以琛唯一的软肋 而转眼间便来到相约的饭局 赵陌生带先前帮助萧小的陆远峰同来赴约 看到何以琛的那一刻 惊讶的同时马上变得拘谨起来 落座之后 赵陌生向何以琛介绍陆远峰 而陆远峰也从二人扭捏的表情之中 推测出他们二人应该早就认识 你们也是认识 他是我的情侣 两人彼此不同的介绍方式 让陆远峰听后顿时一脸懵圈 而从他们两人对于对方的称呼之中也不难看出 何以琛一直沉浸在过往的回忆当中 可赵陌生却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 而在场面尴尬之时 萧小也随即赶到 因为萧小在之前拍摄时与陆远峰有过矛盾 虽然陆远峰在这次照片风波事件之中 帮了萧小很大的忙 可这对欢喜冤家刚一见面 又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唇枪舌剑的斗嘴模式之中 两个人互不相让 越吵越激烈 萧小甚至直接起身站了起来 却不巧打翻了服务员刚端上来的茶水上 导致手臂被轻微烫伤 而一场饭局也只能被迫叫停 随后何以琛便开车 载着几人赶往医院 陆远峰此时心怀愧疚 面对萧小的指责 只能一脸委屈地请求原谅 还好萧小的伤情并不是特别严重 也不会留下疤痕 只是开些外用擦拭的药物 等待支持陆远峰忙前忙后 为萧小倒水等待取药 两个欢喜冤家争吵不休的场面 像极了热恋当中的情侣 让一旁的何以琛与赵默生看后 忍不住偷偷发笑 这也不禁让二人想起了 他们大学时的相恋时光 而通过最近几次的接触 何以琛在心里 已然把赵默生再次当成了他的女朋友 甚至在一位合作伙伴给他打电话 为他介绍女友时 都被他以这样的理由直接给推脱掉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别开玩笑了 任何人都可能有女朋友 就是你何以琛不可能 而何以琛告诉他的合伙人 他的女朋友刚刚从国外回来 挂了电话的何以琛 一脸幸福的样子 而此时 何以没给何以琛打来电话 因为台里临时增加了他的主持节目 他脱不开身 无法参加今晚他替闺女文敏 邀约何以琛的饭局 所以只能让何以琛 单独去和文敏商谈 而另一边的赵默生 也被他的同事胖姐 一脸哀求的 让他陪自己去相亲 赵默生因为担心胖姐的安慰 虽然无奈也只能答应下来 结果两个饭局的地点 都不约而同地 选在了同一家餐厅 而更巧合的是 文敏和胖姐在杂志社里 还是两个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由于胖姐和文敏两人之间 存在矛盾 在餐厅偶遇之后 两人话不投机 刚一见面便言语之中 互相挖苦起对方 眼看着两人的争吵架势 越来越凶 赵默生随即从座位上走过来 想进行劝解 听到熟悉的声音 何以琛急忙起身 一起相亲啊 人家可比你漂亮多了 文敏无意之中的言语 让何以琛误以为 赵默生也是来相亲的 这让他心里顿时失落 于是便急忙找理由匆忙离开 赵默生看着何以琛离开的身影 也知道自己的出现 一定让何以琛误解了 可他却不敢主动 找到何以琛去解释 因为他不晓得眼下的自己 在何以琛的心里 到底是什么身份 心情低落的何以琛 只能借酒消愁 而两人之间的误会 又该怎样解除呢 陈总监 一起相亲啊 身家可比你漂亮多了 看着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在相亲 何以琛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我把你当女朋友 而你却只把我当成了朋友 心中失落男人的何以琛 一时无法接受 只能故作镇定地选择落荒而逃 而赵默生此次前来并非相亲 只是在同事胖姐的哀求下 被迫陪着她来的 可面对这样的误解 明明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事情 但两个心中彼此深爱的人 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心情惆怅的何以琛 无法排解内心苦楚 只能来到酒吧选择戒酒消愁 赵默生的沉默态度 让何以琛捉摸不透 他不晓得两人之间的感情 到底还能否回归曾经的样子 无法释怀的何以琛心事重重 甚至平日一个精力充沛的工作狂 现在却整天魂不守舍 合伙人向恒之道 能如此困扰何以琛的因素 就只有赵默生这一点 可何以琛却不想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他以办公室内不谈私事为由 想逃避这个话题 可下属员工之间的谈话 却在无意之中 给了何以琛一些启发 两个下属员工的对话 深深的给何以琛上了一刻 两位员工看到老板之后 心里很是紧张 可像恒却夸奖他们说的太对了 爱就是要主动出击 一直苦苦等待的爱情结局 只能是落下终生遗憾 言语之中的暗示之意 让何以琛备受启发 转眼率锁到了下班时刻 合伙人老袁领走之时 故意上来调侃何以琛 可何以琛却一改 往日工作狂的态度 这反而让老袁感觉很不适应 你继续加班 何以琛想着中午 时员工说的话 直接合上了电脑 不了 今天太阳从东边落上了 工作狂居然不加班 何以琛随后便直接离开了 留下一脸懵圈的老袁百思不得其解 而此时在住所里 刚刚完成手头工作的赵莫生 只感觉鸡肠碌碌 翻看冰箱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匆忙下楼的赵莫生刚走出单员门口 就看到了站在那里傻傻等待的何以琛 对视一刻 两人一脸从容淡定的表情之下 却掩藏不住心中的激动和窃喜 何以琛邀请赵莫生陪自己闲步走走 赵莫生面带微笑 直接腼腆地答应下来 这一刻的赵莫生 腼腆含蓄地跟在何以琛的身后 仿佛时光一下子 回收到曾经的大学时代 两人坐上拥挤的公车 何以琛默默守护着赵莫生 让他感到心里甜甜的幸福 二人来到曾经大学时 他们时常光顾的那条小吃一条肩 但却早已误使人非 回想着曾经大学下课之后 赵莫生总是习惯拽着何以琛来到这里 沉迷这里的小吃无法自拔 而如今拾过境迁的场景 让赵莫生情不自禁地感到内心一阵失落 好像一切都难以回到最初的样子 二人来到曾经的大学校园 看着操场上奔跑的学子 感受着他们曾经相恋的那段时光 回忆里是甜甜的幸福 而索性多年之后 他们依旧守在彼此的身边 只是眼下没有表露心声的二人 此时的相处显得有些拘谨和尴尬 她在笑我 终于不是冷着脸 把我当做一个陌生人 看着身旁一脸微笑 陷入到回忆之中的何以琛 赵莫生开心地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因为不自信的她 似乎在这一刻才意识到 在何以琛的心里 一直有她的位置存在 何以琛送赵莫生回到了住处 分别之际 何以琛给她心中深爱的赵莫生 送上甜蜜深情的一吻 以告示着她从未改变了心意 赵莫生深情地望着何以琛 仿佛感觉曾经的那个男孩 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而二人之间的情感之路 真的能一帆风顺吗 一场让何以琛失魂落魄多日的误解 终于得以解除 这让她顿时如释重负 原来就在刚刚赵莫生工作的杂志上 被几个流氓突然找上门闹事 而矛头是奔着何以琛的闺蜜闻闻闻而来 因为她的老公欠下了债务 却没有偿还能力 而在互相纠缠推荡之中 杂志社的胖姐也意外受伤 得到消息的何以琛给何以琛打来电话 因为闻闻是何以琛最好的闺蜜 她想让何以琛帮忙处理闻闻和她老公的离婚问题 何以琛告知杂志社的人也被误伤去了医院 这让何以琛顺势担心起赵莫生来 她急忙给赵莫生打去电话 却不巧赵莫生的电话落在了公司 出于心中的挂念 她急忙赶往医院 当看到赵莫生并无大爱的时候 她才放下心中的担忧 因为何以琛的嘱托 何以琛先是找到闻闻 商谈她和老公的离婚问题 而随后下楼的时候 却无意中看到赵莫生正在和一位医生交谈着 而这位医生也正是上次赵莫生陪胖姐相亲时认识的 医生向赵莫生表露着她的仰慕之情 并想邀请赵莫生下班后一起吃饭 不过她的请求都被赵莫生委婉地拒绝了 胡小姐也早就说了 你上次相亲是陪她去的 但是我始终不死心 遭到拒绝的医生只能无奈失望地离开 而这一切都被何以琛看在了眼里 这让她压抑许久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 安顿好胖姐之后 赵莫生便在何以琛的陪同下离开医院 却不巧在医院的走廊拐角处 险些被推车撞倒 情急之下 何以琛急忙护住赵莫生 你小心一点 在医护人员的助攻下 何以琛鼓起勇气伸出自己的手 而赵莫生也随即放下心中的胆怯和自卑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而这温馨甜蜜的樱幕 却恰巧被赶来医院看望闻敏的何以梅撞见 目睹着两人亲密无间的关系 何以梅内心顿时如遭暴击 她虽然从未拥有过何以琛的感情 但此时的心灵 却还是有种痛彻心扉失去的感觉 而痴情男何以琛 也彻底开启了她的霸气宠妻模式 甜蜜地陪赵莫生吃饭 更是抽出时间来到杂志社 看赵莫生认真工作的样子 而二人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间 急速升温 仿佛回到曾经大学时代的样子 被爱情滋润的何以琛 俨然活成了一个阳光大男孩 平日在律所一脸严肃 不苟言笑的她 竟然破天荒第一次主动给律所的同事 订起了工作餐和下午茶 这让合伙人老远听后 差点惊掉下马 甚至认为食物里面 是不是已经被何以琛投毒了 不会投毒吧 对 等一下呢 还有港式点心 何以琛的突然改变 让大家一时百思不得其解 而隔天下了班的赵莫生 返回杂志社领取落下的物品 却遇到了偷偷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的文敏 文敏担心自己的存在 会给杂志社带来不好的影响 于是决定不声不响的告别 赵莫生不想她就此离开杂志社 于是安慰文敏 表示杂志社的同事 明白她的处境 大家都会一起帮她渡过难关的 文敏听了赵莫生的话 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暖意 她为自己先前的过错 给赵莫生道歉 但她去意已决 回首着失败的婚姻 内心孤独的文敏 不禁对赵莫生 倾吐着心中感慨 文敏的一席话 不禁让她想起了 她和何以琛之间的感情 看着文敏离开的身影 这让赵莫生 原本就卑微的心里 顿时衍生了退役 因为她想起了 自己在国外曾有过一段婚姻 她一时感觉 现在的自己配不上 那个苦苦等待自己的何以琛 看着何以琛打来的电话 她的内心顿时错综复杂 文敏离开杂志社前 无意中说的一番话 给赵莫生的心里 带来很大的触动 因为这让她立马想起了 她和何以琛之间的感情 她在国外也曾有过一段婚姻 她不知道眼下的自己 是否还能配得上那个 苦苦等待自己七年的痴情男孩 赵莫生一个人孤单地站在那里 看着手机上何以琛打来的电话 却不敢接听 而一连几天 面对何以琛的邀约 赵莫生都借过找理由推脱拒绝 突然反常的举动 让何以琛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直到一天晚上 何以琛在合伙人老袁和向恒的逼迫下 让他出来偶尔应酬一下律所的交际 却恰巧在吃饭时 看到了窗外正在外景拍摄的赵莫生 何以琛控制不住心中的窃喜 于是便深情款款地 偷偷站在了赵莫生的身后 众人看着何以琛含情默默的样子 顿时调侃起来 因为何以琛是圈内出了名的 黄金单身汉典型的不敬女色 却没想到这个女孩 打破了何以琛身上所有的定律 何以琛想陪赵莫生离开 却被合伙人老袁劝说 这样会扫了大家的兴致 于是便让何以琛 把赵莫生带来一起进餐 一琛 没必要把女朋友保护得这么好吧 无奈之下 何以琛只能勉强答应下来 可饭桌上 还有他们曾经的一位旧相师徐颖 徐颖想着七年之久 可何以琛依旧对赵莫生痴情不改 这让她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徐颖故意提起了 当年大学时代旧事 言语之中挖苦赵莫生 当年完全是靠着死缠烂打 才把何以琛追到手了 我一直以为 作为一个女人 应该亲耻一点 而就在场面有些尴尬之时 合伙人老袁又直接问起了赵莫生 当年为何在大学时代 突然抛弃何以琛选择出国 这让赵莫生听后 顿时一脸惊讶 赵莫生 这从何说起 赵莫生转头看向一旁的何以琛 想让他向大家解释 当年是他提出的分手 可何以琛却一脸微笑地选择了沉默 徐颖看着二人幸福的样子 心中的醋意和嫉妒之情涌上心头 尴尬的饭局草草结束 二人趁着美丽的夜色出来散步聊天 他们似乎以为 是我甩了你 可是明明不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不解释 赵莫生觉得自己很冤枉 于是他轻声地询问何以琛 可何以琛却说明 他怀疑赵莫生 是不是正好借着自己说出的气话 才给了他远走高飞不辞而别的礼 赵莫生的父亲 是当年间接导致何以琛父母离世的人 命运总是这般的造化弄人 可何以琛并不想让赵莫生知道 这背后残忍的真相 不想让他在心里背负更多的压力 因为往事如烟早已随风而去 眼下最重要的是 何以琛只要知道 他爱赵莫生就够了 而赵莫生也并未把自己 当年是被父亲 强迫出国远走的事情告诉何以琛 七年的分别相思之苦 依旧让何以琛难以释怀 你现在要不要回到我身上 我不打算在这方面浪费太多时间 面对何以琛的言语 他一丝欣喜过后 便是胆怯和哀伤 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文明之前的话 他低头沉默 他似乎感觉如今的自己 已经配不上这个深爱自己的何以琛 听着赵莫生的话 何以琛仿如五雷轰顶 他内心所有的美好幻想 一下子瞬间灰飞烟灭 而两人的爱情也再次渐行渐远 苦苦为爱等待七年的痴情男人何以琛 当听到赵莫生说出他已结婚时 他内心所有的希望和对未来的幻想 都瞬间坍塌土崩瓦解 遭受打击和绝望的心情之下 不禁让何以琛回想起了七年之前赵莫生 狠心决绝的不辞而别 他发疯似的找了赵莫生好久 可除了一张借书正上仅存的照片 这个女孩好似人间蒸发一般 再也没在自己的世界里出现过 而另一边的赵莫生也在父亲的哄骗下 强行把他送到了去往国外的飞机上 而殊不知机场一别 竟是妇女之间彻头彻尾的阴阳两隔 赵夫畏罪自杀 却给赵莫生留了一大笔钱 而赵莫生却将父亲留给他的财产 全部捐了出去 那是他人生最煎熬最难过的一段时间 他失去了疼爱他的父亲 和大学里决定相守一生的恋人 一个衣食无忧的附加千金 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甚至连自己生病都没钱医治 还好他遇到一个善良的房东娟姐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陪伴照顾着他 让他在孤苦伶仃的异国他乡 感受着唯一的温暖 娟姐理解他不想动用父亲拿命换来的钱 可却责备他把自己辛苦打工赚来的钱 都捐给了一位留学生 可赵莫生却解释说 这个叫英辉的留学生 也是来自他的大学母校 这让他想起了他的男朋友 所以才决定力所能及地帮一帮他 而殊不知正是他的这一次无心善举 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另一段姻缘 赵莫生靠着勤工俭学维持着生计 而每当他感觉自己快挺不住的时候 那个一身洒满阳光的男孩 就成了他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的唯一动物 转眼三年过后 又是合家团员的除夕夜 赵莫生陪房东娟姐一起包饺子 感受节日的温馨 可善良的房东娟姐 因为一场失败的婚姻 却并未受到老天的眷顾 酗酒成饮的老公回到家里打骂孩子 娟姐情急之下 拿刀误伤了她的老公 被判了三年刑期 她担心自己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会继续受到老公的折磨 于是只能苦苦哀求赵莫生 请他帮忙抚养孩子三年 出于自己在异国他乡流落之时 受到娟姐的照顾 赵莫生毫不犹豫地直接答应下来 而娟姐的老公 时常会回来争抢孩子 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 赵莫生答应了男人 提出每天给他十美元的承诺 可眼下自己的日子也是入不敷出 走投无路之际 他尝试着给曾经捐款的那位留学生 英辉写信 请求如果他已渡过难关 能否帮助一下如今的自己 两人虽然从未谋面 赵莫生也不知道 自己寄出的信件会不会石山大海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应 而且当初被他资助的英辉 如今早已飞黄腾达 如今的英辉是身价百亿的集团总裁 两人见面确认过彼此的身份之后 便坐下来聊天 我叫英辉 你或许应该听说过 英索网络吧 当然 英索网络是互联网的传奇 是你吗 是 英辉看着面前腼腆的赵莫生 早已感知到他内心的善良 他告知赵莫生 如果不是当初因为有他的资助 帮他挺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他的软件早已被人收购 也不会成就今天的自己 他向赵莫生承诺 他提出的一切经济条件 他都可以满足 可赵莫生对英辉的提议不为所动 只想拿回曾经的五百美人 帮自己度过眼下难关 或许你愿意跟我详细描述下来的困境 赵莫生把抚养房东孩子的事情 告知了英辉 而他的善良深深触动了这个男人 英辉眼含深情地望着赵莫生 虽然只是初次见面 但是在心底 他却对赵莫生有种莫名的好感 你不要担心 我会帮你 如果你确定想 背上这个包袱的话 我倒有个提议 你可以找一个可信人 符合所要的条件人家结婚 或许我可以帮忙 霸气总裁英辉的提议太过突然 让毫无准备的赵莫生听后 惊讶地问在原地 缓过神的赵莫生感激英辉的同时 连忙推脱 不行不行 这怎么可以 而英辉也让他好好考虑一下 不必急于答复自己 可随后发生的事情 也并未像赵莫生预想的那样顺利 房东娟姐的老公 因为酗酒之后 严重打骂孩子 被邻居打电话报警拘留 并取消了他作为父亲的监护权 而因为赵莫生不符合收养条件 随后娟姐的孩子小家 只能被迫送往福利院 赵莫生出于自己对房东娟姐的承诺 只要有空闲时间 便会来福利院看望小家 本以为这样平常的日子 挺过三年 等到娟姐行满释放即可 可奈何没过几天 就出了变数 小家因为患有自闭症 被福利院里的其他孩子 欺负送去了医院 医生也告诉赵莫生 自闭症的孩子不擅长沟通 不建议继续留在福利院里 走投无路的赵莫生 为了收养小家 只能无奈选择应辉先前的提议 和他协议结婚 接到电话的应辉 便立即让自己的律师 起草文书着手办理 应辉让律师在婚前协议合同中注明 赵莫生在整个婚姻关系当中 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 律师感叹没有哪个女人会同意 而殊不知 这并非应辉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被分割 而是只有这样做 他才觉得能让赵莫生 彻底放下戒备之心 虽然两人仅有一面之缘 不过他似乎已经完全被赵莫生的善良打动 认定了这个女孩 我们只有夫妻的名义 这份协议的内容 是你放弃这段婚姻 所能带来的一些权益 你也不必履行任何意义 任先生 谢谢你 而随后赵莫生便不加思索地 直接在合同上签字 看着单纯的赵莫生 应辉更加坚定了他心中的想法 而伴随两人在日后逐渐的交往当中 应辉也越发被赵莫生身上的 单纯善良所吸引 他似乎已经开始设想 两人以后的生活 转眼日子过了三年 房东娟姐也心满释放 他打算带小家回国生活 赵莫生和应辉来到机场送别 看着两人离开的身影 赵莫生在心底不禁想起了国内的何以称 而应辉为了想和赵莫生的关系更进一步 他打算让赵莫生搬来自己的公寓生活 因为应辉的父母需要来这里住一段日子 出于应辉曾经帮自己的忙 赵莫生不好拒绝 只能勉强答应下来 应辉对赵莫生的好感与日俱增 可赵莫生却一直和应辉相近如宾保持着距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赵莫生对何以称的思念充斥着他的整个内心 他时常在网络上搜索何以称的名字 想要找到一些关于他的一些消息 也时常会一个人呆呆望着镜子 在上面书写何以称的名字 回想两人曾经的甜蜜过往 而这一切都被应辉偷偷地看在眼里 对于霸道总裁应辉来说 他想从心底让这个善良的女孩 只属于自己一人 而不是整日惦念着另一个男人 深知解铃还虚细铃人的道理 思前想候应辉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想让赵莫生回国一探究竟 以备让他彻底死心 莫生 你回国吧 回去看看 你不能永远当这托鸟 这并非是应辉对赵莫生 与何以称两人感情的成全 其实恰恰相反 因为他深知 何以称是赵莫生 在国内唯一的心结和牵挂 如果赵莫生不能回国 与何以称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那赵莫生就不可能永远属于自己 而且应辉深知世上 没有哪一个男人 可以在阴性全无的情况下 苦苦等待另一个女孩七年之久 因为这种事情 就连自己都做不到 可很快 他就会为他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买单 应辉来到机场 送别即将回国的赵莫生 看着起飞的航班 洋洋得意的计划 让他忍不住心中窃喜 因为他感觉赵莫生 很快就会受到现实的打击 而重新回来 不回去 你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人 永远不会死心 七年来 他还会再等你吗 不可能 为了让赵莫生 对何以称彻底死心 应辉劝赵莫生回国和过去做个了断 他深知世上 没有哪一个男人 可以在杳无音信的情况下 苦苦等待一个女孩七年之久 可让应辉万万想不到的是 站在赵莫生对面的那个男人是何以称 那个号称史上最痴情专一的男人 他真的在那样度日如年的煎熬之中 苦苦等待赵莫生七年之久 而且从未在心底 对这份感情产生过一丝动摇的念头 事业的成功 让应辉对自己所有的决策都充满自信 可很快 他就会为自己鼓励赵莫生回国的决定买单 而何以称一往情深的苦苦等待 换来的 只是赵莫生早已令假他人的消息 虽然他并不知道 那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假结婚 遭受巨大打击的何以称日渐沉沦 他无处宣泄心中的压抑 只能整日借酒消愁 让自己暂时忘却他解不开的烦恼 而从前那个只忙于工作 不参与律所应酬的何以称 也开始主动陪着合伙人老袁向恒出来拼酒 何以称的异常举动让二人吃惊不已 而向恒知道能让何以称如此作践自己的原因 只有赵莫生这一点 可他又不知如何安慰自己的好兄弟 这一切都被向恒偷偷看在眼里 还是何赵莫生 而赵莫生也一直徘徊在自己复杂的想法之中 他想和何以称说明缘由 却又一直没有勇气面对 因为七年的时间太久 他不知道如今的自己在何以称的心里 到底还有没有曾经那样无可取代的位置 不处诉说的赵莫生 只能来到父亲的陵墓面前倾诉心中苦楚 由于心情郁郁寡欢和短时间内的大量饮酒 何以称的身体很快便扛不住了 他在单位开会之时 因为胃部不适 突然晕倒在律所内 幸好被老袁和向恒紧急地送往医院 向恒不忍心看到何以称 继续这样作践自己 于是他还是主动邀约了赵莫生 他深知要想打开何以称的心结 只有赵莫生可以做到 其实我一直都想不懂 每次都在大学的时候 你会成为以称的女朋友 向恒说明在大学时的何以称 便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伟重 而他们当时宿舍的唯一乐趣 便是打赌哪个女孩 可以最终搞定这个冷面笑草 直到有一天全宿舍的人都在一起打赌的时候 向恒说明 他们之前从未听过赵莫生这个名字 直到宿舍寂静无声的这一刻 大家才知道 何以称的心里早已偷偷住进了一个女生 赵莫生听着向恒的话 心里一阵哀伤 而向恒只想借此事暗示赵莫生 何以称认定的事情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都从未变过 说完之后 向恒给他留下了何以称所在医院的地址 并告知了何以称 因为做见自己生病住院的事情 向恒随后转身离开 赵莫生看着手里的纸条心情立马担忧起来 他虽然还没想好该如何再次面对何以称 可还是情不自禁地坐上了赶往医院的出租车 何以称因为胃出血 导致身体虚弱还在昏迷之中 何以梅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何以称心疼不已 来到病房门口的赵莫生 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而此时何以梅从病房内走出 二人对视一刻 各自心中都是五味杂陈 何以梅因为台里还有工作处理 于是便让赵莫生陪同自己 去往何以称的家里 为她取用备用换洗衣服 而收拾完过后 何以梅也借此机会向赵莫生 诉说着自己决定放弃何以称的心声 对以称 我已经死心了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 我等不过他吧 而何以称与赵莫生之间的感情 还能峰回路转重建生机吗 对以称 我已经死心了 有些事情是争不来的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 我等不过他吧 他可以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 一年又一年的等下去 我却不闹 听了何以梅的话 赵莫生的双眼 顿时涌起一种灼热感 何以梅告诉赵莫生 大约四年前 何以称的律所刚成立不久 他便做成了一个天价单子 而当所有人为他庆功的时候 他却哭得不成样子 口中念叨着他怎么还不回来 同事们都不知道何以称说的他是谁 只有何以梅知道 他一直在苦苦等待赵莫生的归来 因为对于赵莫生的每个承诺 何以称都深深的铭记于心 何以梅的话突然让赵莫生 想起多年之前的那个场景 那个时候的赵莫生 还不知道何以称口中的三四年 指的是什么 赵莫生想着曾经的场景 心中的情绪再也难以平复下来 何以梅把赵莫生带到何以称的书柜旁 随意拿出一本书籍翻到末尾页 上面都赫然写着两行诗句 悄悄是离别的生肖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而这两行诗句正是赵莫生名字的由来 也是大学时代两人相遇之时 他整天叽叽喳喳喳的 跟在何以称身后说个不停的话语 赵莫生双眼含泪手里捧着书籍 他这才知道 原来何以称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 更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思念 何以梅陪着赵莫生来到医院 把何以称的备用衣服交给赵莫生后 便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 而这心情之中包含着一丝伤心无奈 但又似乎有一种轻松和释怀 赵莫生步履缓慢地走进病房 他眼含热泪深情地望着病床上的何以称 心中的酸楚之情却早已掩藏不住 赵莫生深知何以称仍然思念深爱着自己 而自己在这分别的七年时光内 同样也心意未开 但是一切似乎再也难以回到从前的样子 有过一段婚姻的自己 又如何配得上现在的何以称 但赵莫生还是无法抑制住 却发现何以称已经苏醒过来 正瞪着眼睛看着自己 赵莫生一脸错愕 缓过神后便想要赶紧逃离 却被何以称直接抓住了手臂 你这些什么意思 这是坏 赵莫生在何以称的逼问下一时无言以对 他努力地挣脱掉何以称的束缚 随后便转身落荒而逃 何以称看着逃走的赵莫生 他想要追出去问个明白 可奈何此时的身体过于虚弱 无能为力 跑出来的赵莫生 瘫软地靠在墙壁上 刚刚的场景让他一时缓不过神来 大脑之中一片空白 何以称一个人办理了出院 便来到律所上班 但是身体依旧有些虚弱 合伙人向恒让他在家多休息几天 可何以称却感觉自己的身体 已经并无大碍 向恒委婉地询问 他与赵莫生之间的事情 我跟他已经说得清楚了 向恒看出了何以称假装坚强的心思 但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才好 而赵莫生却一直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反复回想着二人的过往 却感觉满世界都是何以称的影子 自己无处逃脱 他越想越清晰 也同样越想越勇敢 而随即他便转身 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 他想做回最初那个敢爱敢恨的自己 一路清风随他奔跑 也让他重新距离他的爱情越来越近 何以称下班开车回到家里 上楼走出电梯的那一刻 他的内心却突然翻涌起来 因为他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脸庞 我离婚了 你凭什么认为 我何以称会要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 够 你不必跟我讲 你跟你前夫之间的重处 痴情男何以称苦苦等待赵莫生七年 却只等待赵莫生另嫁他人的消息 这让他心里无法接受 而赵莫生因为 在国外一场名义上的假结婚心生自卑 他感觉如今的自己已经配不上何以称了 他也打算把这份深爱珍藏在心底 可赵莫生通过何以称生病住院时 他与何以梅之间的对话 他这才恍然意识到 原来何以称在与自己分别的时间里 一直都在傻傻地等待自己 而且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的思念 既然何以称能苦苦地等待自己七年之久 那自己又何必胆怯地犹豫不决呢 况且自己的世界里 也同样不能没有何以称 完美的爱情 总是需要双向奔赴朝着同一方向努力 想到这里赵莫生立马鼓足了勇气 他决定要主动追回何以称 屏幕前的你 当年是否也曾像赵莫生一样 为爱不顾一切地奔跑过 何以称从律所回来走出电梯之后 却注意到了蜷缩在自己家门口的赵莫生 他缓慢地停下脚步 波澜不禁地表情下 却掩藏不住那颗无法平静的内心 而赵莫生看见何以称回来后 也缓慢地站起身来 双眼深情 满心期待地望着他 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待地了片刻 可随后缓过神的何以称 却把赵莫生当成了空气一般 他一言不发 静止地从他身旁走过 而这一次 赵莫生没有选择 继续沉默隐忍地目送何以称离开 而是毫不犹豫地鼓起勇气上前 拉住了何以称 你还要不要我 何以称咬紧牙关想要离开 却被赵莫生紧紧地抓住不放 何以称让赵莫生放手 赵莫生却低头悲气 像个犯错的孩子一般 而面对此时态度决绝的何以称 赵莫生虽心有不舍 但还是缓慢地松开了自己的手 赵莫生呆呆地站在门口 何以称来到窗前 心中若有所思 何以称面对赵莫生 永远没有什么抵抗力 赵莫生来到屋里坐下之后 何以称言语故作强硬地询问 他来找自己有什么事情 赵莫生支支乌雀说不出的所以然来 最后只能先关心一下 他出院身体的情况 何以称直截了当地质问赵莫生 既然他已经结婚了 为何还要跑来纠缠自己 赵莫生面对何以称的突然发问 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解释 大脑一片空白的赵莫生 最后在情急之下 只简单地概括出短短一句 我离婚了 你凭什么认为 我何以称会要一个离过婚的女生 而赵莫生刚想解释 就被何以称的言语直接打断 因为何以称并不知道 那只是一段名义上的假结婚 而他在心底还无法接受赵莫生 曾属于别人的事实 而赵莫生在心底排练多次的解释 面对这样的情形 眼下也只能暂时藏在心里 处境尴尬的赵莫生 看着态度决绝的何以称 也只能选择默默离开 赵莫生说完之后 便心情沉重地离开 可当他即将走出门口时 何以称一直是那个说最狠的话 却又一直很不下心的男人 送赵莫生回去的路上 两个人都一言不发安静的有些可怕 而此时的何以称却一脚刹车 把车停在了路边 他突然询问赵莫生 赵莫生被何以称的问题 搞得不知所措 思考片刻 刚想向何以称表露自己心意之时 却又被何以称突然制止 赵莫生沉默片刻之后 便安静地下车目送何以称离开 而在这个漫长的深夜里 两个人的内心都无法平静 两人不约而同回忆着 曾经在一起时经历的点点滴滴 甜蜜和痛苦掺杂的过往回忆 充斥着内心让二人无法入眠 而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之后 何以称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去命证据 明证据 是 我们去登记结婚 要谈论起言情剧中 痴情却又嘴硬的男人 我连强都不服 只服何以称一人 这是昨晚赵莫生鼓起勇气 来找何以称复合的时候 他狠心决绝地言辞 你凭什么认为 我何以称会要一个离过婚的女生 而当赵莫生满心失落离开的时候 他又因为心中的惦念 主动当起了护花使者 把赵莫生安全地送到家中 明天我给你打 而经历了彻夜漫长的思想挣扎 天亮的那一刻 何以称复杂的内心 似乎也拨开云雾里清了思绪 纵然有一千个伤心离开的借口 都不及心底 依旧爱你的这一个理由 何以称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对着镜子精心打扮一番 随后便驾车早早地来到赵莫生家楼下 而睡梦中的赵莫生 也被突然的电话声惊醒 带好你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下 收拾好之后 赵莫生随即下楼来到何以称的车里 可他却还是一头雾水 他向何以称询问缘由 要直接干什么 赵莫生对何以称的言语 惊讶万分不知所措 他想再次向何以称确认 可何以称却有些不耐烦 看着何以称坚决的态度 赵莫生思考片刻 也立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可何以称却反复提醒他要考虑清楚 而赵莫生随即借用了大学时代 何以称曾对自己说过的话 何以称给赵莫生一分钟的时间 让他最后再考虑一下 而赵莫生却直接系好了安全带 已是对何以称的回应 察觉到了赵莫生的决定 何以称一脚油门之后 二人便直接来到了民政局 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仿如梦境一般 让赵莫生感觉有些不真实 和相爱的人相约带好户口本去领证 本来是最幸福的事情 可当幸福来的泰国突然毫无准备之时 反而让两个人显得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 严肃的面目表情 甚至让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误以为 他们俩是来离婚的 离婚? 世间最完美的爱情 莫过于你爱的人也刚好爱你 看到这里也请给我点个红心码 小编在这里也真心住屏幕前的你 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随后两人便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拍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张合照 而在等待登记的过程中 两人依旧一脸严肃的表情 全程没有任何交流 而这与等待中的其他情侣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后轮到两人签字的时候 赵莫生因为幸福过头 竟一时有些走神 签本 你现在没有后悔的机会 工作人员听了何以称的话后 又看了看在那发呆的赵莫生 还以为他是被胁迫而来的 于是急忙追问赵莫生 是否是自愿前来的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工作人员才继续给两人办理 何总会入江 江总会入海 虽然有时可能会多走点弯路 但只要不放弃 你终会找到幸福的归宿 而伴随郑书到手的那一刻 二人一路波折坎坷的爱情长跑 也终于修成正果 画上了圆满句号 本以为刚领证成功的两人 会马上撒一波狗粮 可工作狂何以称刚走出半政大厅 就告诉赵莫生 自己要到广州出差一周 他给赵莫生 作为女主人的房门钥匙 让他把物品 从出租屋那边搬到房子里去 而随后又从衣服兜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交给赵莫生 让他随意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赵莫生不想接收 却被何以称以不想结婚 第一天就吵架为由 让他强行收下 交代完之后 何以称便直奔机场而去 目送着何以称离开后 赵莫生只能独自回到 何以称的住处 他在屋内闲逛夺步 以感受何以称留下的足迹 他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已经结婚了 仿佛这所发生的一切 都像是在梦境里一般 而正当所有人都觉得 两人即将奔向幸福 甜蜜生活的时候 那个气场强大的霸气 总裁应辉 又会给两人的生活 带来哪些不确定音诵呢 我帮了他这些东西 现在放在哪里 何太太 你丈夫身心健康 再是没有分居的打算 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 刚领证结婚的两人 虽然新婚当日 就因为何以称的出差 而相隔异地 但还是隔着屏幕 就闻到了秀恩爱的味道 两人也正式开启了 他们领证后的同居生活 赵莫生的到来 让何以称原本冷清的房子 立马充满了温馨的人间烟火气 别管会不会做饭 但是相应的工具 是一样不能少 必须得像模像样给他摆上 空荡荡的冰箱 也得给他塞满 而被甜蜜婚姻滋润的赵莫生 也渐渐退去了先前心中阴霾 从以前那个苦大仇胜的伤心女孩 摇身变成了满脸微笑的幸福小女人 她精心布置着 她与何以称的温馨爱潮 房间的每个角落 都布满了她对何以称的满满爱意 冷清寂静的房子 经过一番装扮之后 立马焕然一新充满着温馨气息 大功告成之时 她一脸幸福地不停给何以称发消息 告知着房间的变化 也把律所对接的相应事物处置妥当 合作伙伴为了感激何以称 特意布置了饭局以表感谢 不如我们再换个地方 再会这个怎么样 实在是家里有老婆 关着请 结了婚的何以称 果然不同反响 把赵莫生这挡箭牌用得得心应手 随后 何以称便借故自己要搭乘 明天上午的航班飞回上海为由 而离开了饭局 在步行回酒店的路上 何以称看到了天桥上两个拍照片的女孩 这不禁让何以称触景生情 想起了他与赵莫生大学出见时的场景 出于对赵莫生的深深思念 何以称不加思索地直接买了返程机票 而当他飞回上海之时 已然是深夜了 马不停蹄的路程 让他有些劳累 可为了怕打扰到赵莫生 他还是轻手轻脚地推开家门 当他把西装放到沙发上随后抬头的那一刻 瞬间就嗅到了幸福甜蜜的气息 原来空荡的桌子上 因为盆栽的装饰而充满了生机 客厅也被收拾得整齐利落 温馨的窗帘 让原本冷清的屋子充满了暖意 他捏手捏脚地来到卧室 看着躺在床上熟睡的赵莫生 这一刻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他贴心地为赵莫生盖好被子 随后便满眼深情地轻声关门离开 坐在椅子上的何以称 环顾着屋内温馨的变化 这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这一刻他顿时感觉七年的等待 终究还是值得的 隔天醒来的赵莫生 看到何以称之后 心里掩藏不住的开心 何以称用他那冷淡无奇的表情 竭尽全力地掩饰着内心的热情似乎 而随后他便要开车送赵莫生去上班 因为两个人的公司在相反的方向 赵莫生怕影响他的工作 想自己坐公车去上班 可何以称却偏偏要编出一个 顺路去办事的借口 结果搞得自己却因此迟到 何人士 音乐的客户已经到了 您大概几点能到 到了律所之后 处理完事务的何以称 便直接遭到了合伙人老袁的调侃 因为昨晚七点二人通话之时 他还在广州 而今早却出现在了律所 老袁调侃何以称 如若不是自己知道 何以称还是单身 真怀疑 他是不是金屋藏胶私欺心切 才连夜跑回来的 不得不说 老袁如果不干律师 出去给人占卜预言 也绝对是一把好手 而另一边 身处国外的硬灰 正在参观一场摄影展 而一张酷似赵默生的女孩照片 却勾起了 他曾经与赵默生在一起时的那段回忆 虽然只是一场名义上的协议结婚 可英辉却知道自己 已经不由自主地动了真情 强烈的思念 让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他委托自己的律师 把离婚协议书从法院撤回 而这也意味着 赵默生先前收到的离婚协议书 还并未生效 而随后英辉也决定 回国参加大学母校的百年孝庆 并以他和赵默生的夫妻名义 向母校捐款三千万 而他与何以琛之间的一场较量 也才刚刚开始 那个曾费尽心思说着笨拙的谎言 就只为了能早点见到你的人 现在还在你的身边吗 提早结束工作的赵默生 不想一个人回家 于是便找理由 来到律所附近等待何以琛 可何以琛的手上 还有一堆工作没处理完 于是只能下来给他送钥匙 等待的过程中 赵默生一个人自娱自乐 在空地上玩起了跳格子的游戏 来打发时间 而他蹦蹦跳跳的样子 情不自禁地 让何以琛回想起他们读大学时 赵默生等待何以琛下课时的场景 陷入沉思之中的何以琛 忽然觉得此时的赵默生 仿佛又回到了曾经大学时代 活泼可爱的样子 而这过往一点点堆积的甜美回忆 正是他们坚如磐石的感情写照 那个夏天的阳光很耀眼 但却不及他们彼此身影 在各自眼中闪耀的光芒 直到一个旅行者 上前向赵默生问路 才打破了二人宁静的氛围 而随后走上前的何以琛 询问赵默生的钥匙忘在了哪里 看着赵默生低头支支 无无找借口的样子 何以琛假装一脸淡定 可心里却在情不自禁地微笑 直男何以琛真的是一点情面都不讲 就这样当面拆穿了赵默生的小心思 但他还是把钥匙交给了赵默生之后 便打算继续回去工作 眼见何以琛并没有挽留自己的意思 赵默生主动提出 要和他一起吃晚饭 可何以琛却因为自己手头上工作还没处理完 于是便拒绝了他的请求 但却被赵默生紧追了几步拉住衣袖 伴随着赵默生的一句我等你 顿时让何以琛的内心充满了暖意 而随后何以琛缓慢转过身 看着拉着自己袖口的赵默生 他感觉自己曾经的那个小尾巴真的已经回来了 而两人腼腆含蓄的样子 根本不像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 反倒看起来更像是恋爱没几天的小情侣 而何以琛也随即决定 让赵默生陪自己来到律所 等他忙完工作两人再去吃饭 赵默生听到了何以琛肯定的回应 急忙笑嘻嘻地跟了上去 赵默生为了让何以琛下班回到家后 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他按照菜谱自学演练起了厨艺 而下班回到家后的何以琛 看着厨房里正在认真忙碌的赵默生 以及那充满暖心的人间烟火气 他心里顿时感觉格外的温暖 幸福来得太过突然 仿如活在梦境之中 让人觉得不太真实 几天前自己还是名副其实的 24K黄金单身汉 而现在回到家 竟能吃上老婆做的热乎饭 你的电脑可以借我 查一下菜谱吗 随便 得到何以琛肯定的答复后 赵默生立马开心地来了个剪刀手 然后便拿着何以琛的电脑 继续翻找起了菜谱 何以琛把自己的西装 挂在卧室的衣柜 看着旁边衣柜里面 赵默生衣服的那一刻 他确信这一切的幸福 都是真实存在的 而此时 厨房突然的叫喊声 打破了此时的宁静 让何以琛瞬间回过神来 怎么回事 我把汤撒了 你的电脑 虽然何以琛是个工作狂 电脑里有重要的律所资料 但是对于这个宠妻 狂魔何以琛来说 眼下任何事情 都比不上爱气重要 他贴心地为赵默生 涂抹汤商药 这一刻在赵默生的心里 就连空气都是甜的 擦拭完药物之后 何以琛才想起来 查看自己的电脑 而此时的电脑 已经无法开机了 因为资料都有备份 但是唯独明天 有一份要用的外文资料 还没来得及 从电脑之中导出 赵默生自责惭愧地低下了头 向着闯祸等待被责罚的孩子 何以琛让赵默生 陪自己把资料翻译出来 以备明早使用 可虽然在国外生活了好几年 可从大学时赵默生 就根本不擅长这些东西 一看到写满文字的资料 他立马头都大了 但他又不好意思 去询问何以琛来打扰他 而转眼两人已经忙到了深夜 困意泛滥的赵默生 不知不觉间 就靠着何以琛睡着了 何以琛看着自己肩膀上熟睡的赵默生 心里顺时涌起甜甜的幸福感 而隔天一早 醒来的赵默生 发现自己躺在了床上 还换上了睡衣 这让他顿时有一丝腼腆的害羞 赵默生听后 立马害羞地低下了头 而两人幸福甜蜜的洒狗粮生活 却还在继续 昨天晚上我好就睡着了 那 我换 赵默生的小心思 真是被直男何以琛研究得透透的 赵默生 昨晚帮何以琛翻译资料时 却不小心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 而第二天醒来时 不仅躺在了床上 并且还换了睡衣 这让他顿时感觉有些难为情 而走出房间的赵默生 却看见何以琛正忙着准备两人的早饭 这让他心里顿时感到甜甜的幸福 而当赵默生得知昨晚自己熟睡时 是何以琛帮自己换的睡衣 这让他立马害羞起来 只能靠低着头不停喝汤 来缓解此时心中的尴尬 而即使纵然幸福如何以琛与赵默生的感情 也总有不可避免的小摩擦 赵默生下班时 在门口信箱帮何以琛领取了信件 而他也从下班回家的何以琛口中得知 他给何以琛的父母买了新房 下周就要交付房源了 听闻何以琛的父母要来 赵默生的心里顺势开心起来 他自认为借着此次机会 何以琛一定会带自己见见家长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见面 赵默生也决定要用心准备一番 他去花卉市场认真挑选的装饰品 并把家里布置成温馨气氛 他还特意精挑细选提前预定好的餐厅 可不成想何以琛带着两位老人参观完新房之后 便直接带着他们用餐去了 根本就没想让赵默生参加 而用餐期间 何以琛也接到了赵默生打来的电话 我刚刚订了两家餐馆 我们已经在吃饭了 你自己吃饭 他们寄完就回去了 赵默生所有的计划和用心准备都瞬间化为泡影 而他最在乎的也是何以琛并没有把自己介绍给他的家人 这也是让他最为失落的原因 而直男何以琛似乎根本没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回到家的何以琛看到赵默生之后 也察觉到他强装微笑背后隐藏的失落心情 他询问赵默生 可赵默生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而在进入卧室之前 赵默生还是因为心中的压抑之情 忍不住询问了何以琛 你是不是后悔了 何以琛认真地看着赵默生 却还反应不过来 他为何会有这样的疑问 何以琛听后才明白赵默生心中在乎的事情 而这些也被他偷偷记载了心里 而另一边的霸总英辉也已经回过 他从秘书那里先前调查到赵默生出租房的位置信息 于是刚下飞机便马不停蹄地前来问候 他对即将到来的见面满心欢喜 却不知赵默生早已与何以琛领了结婚证 并已经同居 他满心期待 手捧提前准备好的玫瑰来到楼上敲门却无人应答 直到从一位邻居阿姨那里得知 赵默生刚刚在几天前搬走 听说是已经结婚住进了男朋友的家里 这让英辉听后心情一落千丈 刚刚的激动心情转眼便跌入了万丈深渊 他没料想到 这世上真有那样一个傻傻的男人 在杳无音信的情况下 一直等了赵默生七年之久 他扔掉手里的玫瑰 随即便吩咐秘书尽早调查清楚赵默生现在的情况 得知赵默生的心情不开心 肖小便来找到赵默生 并且想要为他打抱不平 得知何以琛既没有把自己结婚的事情通知亲朋好友 也没有与赵默生拍婚杀照 他气愤不已立即就要去找何以琛 却被赵默生直接拦下来 而另一边何以琛的律所 又在他和合伙人老袁向恒的共同努力下 完成了一个天价大单 同事们听后都兴奋不已 急忙让三位老板请客吃饭 何以琛在脑海之中 突然想起了赵默生先前的言语 而随即他便在心里作为一个决定 他让公司所有员工去自己家里吃饭 听闻这样的消息 大家顿时惊讶不已 因为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 何以琛主动邀请大家去他的家里 你晓得心灵突变吗 当然身处有意 有什么意 一小时后你就知道了 你还太丑了吧 居然还敢收我的钱 赵默生的同事胖姐 为了给相亲的男朋友 带来焕然一新的新鲜感觉 特意邀请赵默生 陪自己去了一家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理发店 结果经过一番加工之后 就变成了眼下的样子 不知道他男朋友看了之后 赶不赶回来 捡自己跑丢的闲 两人回到杂志社以后 胖姐就因为自己 登峰造极的发型 立马成了职场焦点 而另一边的陆远峰 看到赵默生的新发型之后 却在心底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因为陆远峰正在追求何以梅 而何以琛与何以梅又是兄妹 他认为如果何以琛 喜欢赵默生的这个发型 那如果自己也找这个理发师 何以梅也一定会喜欢的 可他不知道给赵默生理发的 只不过是理发店 新招聘的学徒工托尼陈 怎么成这样子 我剪的发型 会不好 怀穿好奇的心态 陆远峰也来找托尼陈 给自己理发 而整理完发型的陆远峰 也决定完成自己手头上 给萧小拍摄的工作之后 就去找何以梅约会 可他这堪比 近村偷地雷的发型 真的是让萧小无法淡定地 配合他完成工作 够了啊 萧小 拍不下去了 拍不下去了 陆远峰的发型 让他年纪轻轻 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哎 哎 陆远峰 你为什么要叫 这么一个搞笑的发型啊 如果这是你的品位的话 那我真的是跟不上啊 我做不到 处境尴尬的陆远峰 只能被迫在大家的嘲笑声中 无奈地选择落荒而逃 而另一边刚回到家里的赵默生 就接到了何以琛打来的电话 我今天出外情 现在帮到家 今天事务所聚餐 那我自己在家吃 好 就这样 两人简直堪称全程无效沟通 最终的结果就是 赵默生认为 何以琛会和律所的同事在外聚餐 而何以琛则认为 自己已经通知到了赵默生 要带同事们回家 挂断电话后 赵默生摆弄起自己的新发型 也决定先洗个澡缓解一天的疲惫 而此时的何以琛 已经和同事们开车来到了家里 洗完澡后 一身家居服的赵默生 忽然听到客厅嘈杂的声音 于是便急忙光着脚 走出来查看情况 却发现家里突然多了一屋子的客人 率先看到赵默生的向衡 惊讶之余 便主动地和他打招呼 同事们也急忙转过身查看情况 赵默生一脸微笑地和大家嗜好 可大家却眼神齐刷刷地 从上到下打量起赵默生 大家因为何以琛的家中 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女生 惊讶到何不拢嘴 赵默生被大家看得有些不知所措 而就在此时 何以琛也从门口走了出来 准备正式地向大家介绍一下 可看到眼下这处景象 他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于是便急忙让赵默生 把鞋子穿上 赵默生急忙难为情地 跑回屋子里换衣服 而另一边的同事们 又怎能放过关于何以琛身上 发生这么震撼的八卦消息 合伙人老袁何向恒 把何以琛拽到一边 说他身为律师却非法同居 非法同居 合法 合法什么意思 就是男女双方在 平等四月的基础上 建立的长期契约关系 搞法律的何以琛 果然出口不同凡响 居然把领结婚证这件事 解释得这么富有逻辑 头头是倒 而随后律所的老袁 便迫不及待地 把这惊天地气鬼神的爆炸消息 告诉了下属员工 这让大家听后 好像中了葵花点学手一般 惊讶到一动不动 大家都对两人的相识过程 心生好奇 可何以琛和赵默生两人 只是沉默地微笑 并没有说出两人相识的过程 一顿酒足饭饱之后 大家便离开了 送走同事们之后 赵默生便打算去收拾桌子 却被何以琛叫住 何以琛也把之前赵默生 心生疑惑的问题 给出了答案 我不后悔 赵默生突然想起了之前 自己询问何以琛的问题 你是不是后悔 赵默生这才知道 原来何以琛 把大家叫到家里面吃饭的原因 就是想把两人结婚的事情 特意告诉大家 而她的举动 也让赵默生的心里 感到满满的幸福 被幸福婚姻滋润的赵默生 俨然活成了一个情斗初开的少女 她偷偷地为何以琛 买了西装作为礼物送给她 虽然她主动调皮地承认 买衣服刷的是何以琛的卡 却还是让何以琛开心不已 而两人打情骂俏的样子 隔着屏幕都让人感到甜甜的温馨 而这发生的一切 都被车内的霸道总裁应辉 看待了眼里 两人的样子越是甜蜜 应辉感受到的内心冲击便越大 可她却不打算因此 而放弃追回赵默生的决定 事业的巨大成功 让应辉做任何事情 心里都充满自信 她对助理说 她相信自己能创造 事业与爱情的双向奇迹 而赵默生与应辉的见面 也即将到来 而转眼便来到了 而且对于律所给大学母校的捐赠一事 何以琛已经委托给 合伙人老人和向恒去办理了 赵默生听后便随即转身离开 因为他想找到原师兄和向恒 然后一起去给母校庆生 回来 不要骚扰别人 不得不说 何以琛真是十足的宠妻狂魔 能让工作狂放下手头工作的 估计也就只有赵默生一人了 两人饶有兴致地 走在熟悉的校园小路上 过往的甜蜜回忆 依旧历历在目 回想着曾经大学初见时的样子 彼此的脸上 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 而此时的赵默生 突然在路边 看到了售卖纪念款的校庆T恤 这让他顿时来了兴致 看出爱妻的心思 何以琛也拿出自己的钱包给赵默生 赵默生开心地买了两件T恤 而画面一转 那个西装笔挺的职场精英 也瞬间化身阳光大男孩 二人漫步在林英小路上 为了在这特殊的日子 留下美好回忆 赵默生让何以琛帮自己拍照 何以琛虽然是法律界 首屈一指的金牌律师 可是在拍照这件事上 显然没什么天赋 赵默生觉得何以琛的拍照角度 把自己显得太胖了 我哪里有这么胖的 何以琛看着面前的爱妻 却给他来了一具神捕刀 二人这拨狗粮来得太过突然 隔着屏幕让人来不及闪躲 而此时向横给何以琛打来电话 说明有很多老同学想见他 得知何以琛已经陪着赵默生来到了学校 他立马让两人来到约定的地点 可赵默生却因为他们是同学间叙旧 于是便让他自己前去赴约 而自己则留下来到处走走 顺便拍一些照片留作记忆 你知道现在这些大堂眼鸟是什么吗 是谁啊 应辉啊 赵默生对学生刚刚的言语感到惊讶 他听闻应辉回国的消息 顿时让他有些心神不宁 他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还是决定到演讲会堂一探究竟 事业的巨大成功和创业短短几年时间 就让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让应辉成了母校的传奇人物 他的演讲轰动了学校 他侃侃而谈分享着自己创业的经历 而台下的小迷妹们却八卦起了他的感情史 原来曾经的应辉只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穷小子 他没有任何的背景 而他的女朋友曾经是戏花 可毕业的时候 女朋友为了留校指标 最终却选择了嫁给戏主任的儿子 而抛弃了应辉 赵默生这才知道了应辉过往的这段经历 同样是在大学时的分手 阴辉的女友转头就选择了赤裸裸的现实生活 而何以琛却在阴性全无的情况下 足足等待了自己七年之久 此时此刻 赵默生走出会堂忍不住打电话给何以琛 何以琛听后半天没有说话 询问了赵默生所在的地点之后 何以琛便直接奔向赵默生 他带着赵默生骑行在校园熟悉的小路上 仿佛一瞬间 他们二人又回到了曾经大学时的场景 而正是因为他们心中那份 对坚守爱情的执念不改 也注定让两个人的爱情不论遇到多少波折 都能彼此陪伴走到最后 自己的新婚妻子却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人当成了别人的老婆 这场面真是尴尬到极限了 看到赵默生此时怯懦紧张的样子 何以琛立马心疼地赶紧握住他的手给他安慰 随后便想向对方解释 而赵默生见此情形 立即打断了何以琛的话 为了不让何以琛在他的同学面前丢了面子 赵默生只好假装跟他不认识 尽管赵默生予以否认 可是大家仍然心存疑惑 就在场面陷入两难之时 映辉和校领导谈完事情刚好经过 而此人也立即叫住了映辉 映辉转过身上前 与他礼貌地握手致意 他正好借此机会 向映辉确认赵默生的身份 映辉三言两语之间 便一时二鸟 画解了这场尴尬的小插曲 既替赵默生的窘境解了围 也顺带不让自己的处境难堪 客套寒暄几句之后 映辉便转身离开 而走出了一段距离之后 映辉还不忘回头看了一眼 赵默生身旁的何以琛 两人眼神对视一刻 已深知对方绝非等闲之辈 何以琛也感受到了映辉强大的气场 众人们看着映辉离开的身影 都不禁心生感叹 有实力为大学母校捐款三千万就是不一样 就连校领导都得跟在身后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笔款项是映辉 以他和赵默生的夫妻名义捐赠的 心情忐忑不安的赵默生 向着犯错的孩子 他急于向何以琛做出解释 想说清楚事情的始末原委 可何以琛却表现得一脸从容淡定 我想和你说一下在美国的事情 而何以琛告诉赵默生 这件事情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何以琛的态度 让赵默生的内心更加胆怯 何以琛带着赵默生来到包间之中 和昔日的同学酗酒吃饭 而席间何以琛去洗手间的时候 却又恰巧与应辉相遇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 也与互相恭维之间 也告诉着二人之间 不可避免的一场较量正式开始 何以琛 这两位 而众人得知了何以琛与赵默生结婚的事情 都连连向二人敬酒表示恭喜 赵默生因为不胜酒力又不好推脱 于是饭局收尾之时 赵默生已经在酒精的作用下熟睡过去 回到家的何以琛抱着熟睡的赵默生 将他放到了床上 看着心爱女人熟睡的样子 何以琛还是情不自禁地俯下身 亲吻了赵默生的额头 可每当想起赵默生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属于过别人 他还是心存界定 第二天醒来后的赵默生 看到何以琛正忙着准备两人的早餐 他依旧心事重重地来到饭桌旁坐下 想将国外这段虚假婚姻的经历 告知何以琛 可何以琛却因为介怀的心结打断了他的话 赵默生听完何以琛的话 只好把刚想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 吃过饭后的何以琛开车 送赵默生去杂志社上班 可刚来到杂志社的赵默生 就在主编开诚会之时 听闻了一个震撼的消息 因为应辉主动联系了他们的杂志社 并要接受他们的专访 身为上市公司的霸气总裁 却主动尾身联系一个杂志社 接受他们的专访 虽然就连主编自己都难以置信 天上怎么会突然落下这么大一个馅饼 主编把这个工作 当成杂志社眼下的首要任务 主编让总监带着赵默生 去完成这次采访拍摄任务 可赵默生借不推托说 自己手上还有没完成的工作 于是便把拍摄仪式 交给了自己的搭档陆远峰去完成 映辉开门见山的表明 自己之所以接受杂志社的采访 都是因为赵默生的原因 他表明自己是赵默生的粉丝 两人先前在国外就合作得很愉快 所以他只接受赵默生一个人的采访 这让两人听后处境稍显尴尬 于是只能无奈地给主编打电话 让赵默生亲自前来 如果默生知道您是赵默生的话 应该会很高兴吧 你们很熟悉 我们是好朋友 那改天有机会我们一起吃饭 映辉听闻陆远峰是赵默生的好朋友 态度立即缓和了很多 而另一边主编也找到赵默生 并告知了映辉的指定提议 赵默生虽然心有无奈 但也只能勉强答应下来 而赵默生随后便来到了映辉的公司 他在映辉助理的带领下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而这也是两人在国内的正式见面 映辉再次见到赵默生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 两人落座之后便闲聊起来 赵默生先是感谢映辉 再孝勤那日替自己解围 而随后映辉也说明了 他此次回国的真实目的 他说明自己的事业已经超过了他的预期 只是唯一遗憾的便是丢了曾经喜欢的人 而单纯的赵默生 他以为映辉所指的人 是他曾经的大学初恋 赵默生也随即把自己结婚的事情 告知了映辉 映辉表面上装作一脸淡定 可内心却实则深受打击 而二人闲聊之后 赵默生也为映辉完成了杂志社的拍摄工作 送别赵默生之后 映辉急忙给自己国外的律师打电话 让他不惜想尽一切办法 尽早地把他和赵默生的离婚申请 从法院那边撤回 而刚挂断电话的映辉就听到下属秘书来报 说明孝庆之后 他的老同学想约他参加同学聚会 映辉本不想参加 可似乎在心底 他还是对曾经大学里那段初恋情节耿耿于怀 而映辉曾经的那个初恋女友 此时心中已是万分惆怅 悔复当初 他当年为了毕业留校名额 毅然决然选择了赤裸裸的现实生活 嫁给了系主任的儿子 却果断放弃了穷小子映辉 映辉来到同学会上 事业的成功让他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 大家纷纷围上来 言语尊敬地恭维着 而他的初恋女友时隔多年再见映辉 也不禁顿时心潮澎湃 可他似乎脑袋里根本没有两人曾经的旧情 只有映辉身上事业有成所带来的无尽财富 大家落座之后 酒杯也是对准了映辉 言语之中皆是夸奖他事业有成 而就在交谈之时 映辉的助理来到包房之内找到映辉 假意说明公司有临时重要的事情 需要他亲自处理 而这一切的部署 都是映辉故意提前计划好的 和大家客套礼貌的告别之后 映辉便来到楼下的大厅 而果不其然 他的初恋女友也随即跟了出来 他很擅长这个表情 当年跟我分手 你是这样 映辉上前和他的初恋女友打招呼 并嘘寒问暖地关心着他 而他的女友 也为自己当年提出的分手做出解释 当年他的父亲病重 急需一大笔手术费用 而映辉表示 只要他过得幸福 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映辉随即吩咐自己的助理 安排自己的专车 亲自送他回家 这让他的初恋女友 仿佛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等他的初恋女友离开之后 映辉忍不住 对身边的助理感慨 一眼就能看穿了演技 映辉什么当年 我就看不穿呢 想到这场可不明星的痛 是这么本人给我的 老生一点瞧不起我自己 而映辉此时 也情不自禁地 想起了他在国外创业 最艰难的时候 赵莫生对于他的资助 脑海里想着初恋女友 和赵莫生之间的对比 映辉更加坚定了心理 要追回赵莫生的决定 你要去哪里 香港 如果不是我正好碰见 你是不是又想在 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一走了之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 你告诉我 此次你还要再去纪念 被大学时代的赵莫生 因突然不辞而别 苦苦等待七年的何以琛 在爱情中 俨然已是惊弓之鸟 当他得知赵莫生 要去香港的时候 他本能地以为赵莫生 想再次逃离自己的身边 出于心中的在乎 他失去理智 发疯一般地扑倒赵莫生 而这所发生的一切 殊不知 都是因为白天的一顿饭局惹的祸 赵莫生因为应辉的指定提议 在主编的要求下 只能无奈被迫 去给应辉完成拍摄采访工作 而陆远峰也在不经意间 把这件事情告知了何以梅 这让何以梅隐约察觉到了一丝端倪 何以梅也借此机会 邀请何以琛与赵莫生吃饭 并想将此事旁敲侧击 说给何以琛听 听远峰说 应辉的采访只定让他去做 何以琛听后 露出惊讶的表情 何以琛你不知道 他工作上的事 我不太认 何以梅随后又在言语中 有意无意添了一把 当年在学校的时候 就认识你这样的法学员高材生 到了国外 又认识应辉那种大人 真是不一般的 谈话之间 赵莫生也一脸微笑地来到了饭局 可刚一落座 何以梅又开始了他心中的小算计 我听远峰说 应辉只定让你做他的摄影师 到时候专访出来 记得给我看一下 赵莫生听后 也担心何以琛会在心中产生误解 一场饭局就在尴尬之中草草结束 回去的路上 何以琛面目民众一言不发 这让赵莫生内心胆怯也不敢解释什么 而另一边的陆远峰 却觉得何以梅是在故意制造两人之间的矛盾 这让他们二人也不欢而散 晚上时候 赵莫生在房间收拾着自己的衣服 因为主编让他和胖姐明天去香港出差做采访 因为白天的饭局 何以琛情绪低落 导致赵莫生不敢与何以琛说话 也没有把自己明天出差的事情告诉他 赵莫生想把自己的东西提前收拾好 然后放在门口 以防自己明早丢三落四 而从洗手间回来的何以琛 看到赵莫生收拾好的行李箱 再联想到白天的饭局 这让他顺时在脑中误以为赵莫生打算离开的想法 何以琛抓着赵莫生的手臂 发疯一般地将他扑倒在沙发上 他用力锤打着沙发 来发泄此刻心中的压抑之情 而随后渐渐冷静下来的何以琛 缓慢松开了赵莫生 他慢慢地起身坐在一旁 让自己恢复清醒 赵莫生知道何以琛如此举动 都是出于心中对自己的在乎 于是他起身后低着头 对何以琛说明自己收拾行李 准备出门的原因 何以琛听了赵莫生的话 才知道自己因为情急之下 没问清楚事情的原委误解了赵莫生 这让他心生愧疚 对自己刚刚鲁莽的举动 有些后悔 赵莫生低着头走到何以琛的身边 他慢慢握住何以琛的手 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 在心里有多在乎自己 看着赵莫生的举动 何以琛的心里也终于清醒过来 他靠在赵莫生的肩膀上 为自己刚刚的过失举动 给赵莫生道歉 两人深情地依偎在一起 七年的分别苦苦等待在相遇 他们深知彼此 一直在对方的心里无可替代 更懂得这份感情的来之不易 而隔天一早 赵莫生便和同事们搭乘飞机来到香港 准备杂志社的外访拍摄工作 受访对象是国际时装达人米菲尔 米菲尔的助理 带着几人来到一个举办派对的公寓内 却不想在此处遇见了霸总应辉 而殊不知 这一切看似偶遇的安排 实则却是应辉 为了见到赵莫生提前安排好的 接到赵莫生主动打来的电话 何以称的心里却隐约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他让赵莫生把地址发到自己的手机上 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他打电话通知楼下的助理 立即帮他订一张飞往香港的机票 而另一边的赵莫生也不想和应辉接触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让何以称误解 他躲在卫生间内迟迟不敢出去 直到看见外面的天色也有些暗淡下来 他才想着从洗手间内走出去 他希望能早点和同事回到住处 以备躲过与应辉的接触 可却不想应辉却一直在门外等着他 应辉想带着赵莫生去吃一点东西 却被赵莫生婉言拒绝 而此时他的同事也刚好赶了过来 为了尽早脱离尴尬的处境 赵莫生想赶快离开这里回到酒店 而应辉为了能和赵莫生多待一会儿 也决定委派自己的专车亲自送他回去 盛情难却之下 赵莫生也只能无奈地勉强答应下来 而当几人走进酒店大厅的时候 赵莫生却立即变得开心起来 因为他看到何以辰正站在那里等待着自己 应辉深知何以辰赶来香港的用意 看着两人一脸甜蜜幸福的样子 刚刚还想把赵莫生送到之后 便离开的应辉 也决定留下来请赵莫生吃饭 伴随着两人暗暗叫进互相博弈的眼神 一场尴尬的饭局也随即开始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为赵莫生加菜 可赵莫生却只吃何以辰加比自己的菜 霸总应辉虽然深知自己是多余的那位 却心有不甘乐此不疲地当起了电灯泡 一场尴尬的饭局随意结束 但两人的较量却还在持续 应辉邀请何以辰一起去打桌球 两人的战场也随即切换 暗暗叫进的两人这一交手便是一整个通宵 虽然各自都已疲惫不堪 但还是苦苦支撑互相各不退让 赵莫生在房间中来回夺步等待着何以辰 可是直到自己疲惫地睡过去 何以辰与应辉的对决都未停止 而转眼到了第二天 赵莫生也打算为米菲尔完成相关的采访拍摄工作 可米菲尔因为何以辰的到来 搅乱了应辉的计划 所以他显然不打算好好配合赵莫生的拍摄工作 何以辰站在一旁看着赵莫生 而米菲尔则是对赵莫生的拍摄各种挑剔 甚至还言语之中挖苦起赵莫生的选择 为了他你放弃了印 女人胜负靠美貌 男人胜负靠事业 你是因为对自己的相貌 没有自信选择了一个事业差的男人 以防将来被甩吗 赵莫生解释自己的男朋友 是一名出色的律师 可他的话刚一出口 就遭到了米菲尔的嘲笑 不就是帮人打官司的吗 那又怎样 米菲尔小姐 您不也是帮人做衣服的吗 赵莫生犀利的回击言辞 让米菲尔感觉难堪 而一旁的何以辰却一脸微笑 同时胖姐看到突发的场面 也急忙上来劝慰米菲尔 并把工作交给自己处理 让赵莫生出去散散心 赵莫生一脸微笑 走到何以辰身边 并牵着他的手离开 来到屋外之后 赵莫生满眼欢喜地看着何以辰 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莫生 这么灵牙丽痴 赵莫生满眼深情地望着何以辰 而何以辰也因为赵莫生 对自己的维护 情不自禁地上前亲吻了他的额头 两人顺时化身甜蜜热恋的小情侣 而心情愉悦的两人 也彻底放飞自我 他们开心地到处闲逛 一向严肃的何以辰 甚至主动和自己的爱妻 挽起了自拍 而不忘初心执念不改的两人 也注定会将幸福的列车开往终点 伴随着何以辰与赵莫生 在香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两人的内心已然走得更近了一些 何以辰也从先前那个一脸严肃的冷面言望 转眼化身成赵莫生的贴身暖蓝 傍晚时分 心情愉悦的两人来到维多利亚港边 望着眼前让人沉迷陶醉的夜色 赵莫生轻轻地依偎在何以辰的肩膀上 这一刻就连迎面吹来的晚风 都夹杂着甜甜的爱意 漫长的情感路途中 他们各自看过春风十里 见过夏之未央 试过秋光联谊 也感受过冬日暖阳 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及相遇由你 隔天便是回程的日子 赵莫生不想搞特殊话 拒绝了何以辰为自己升仓的提议 坚持和自己的同事们坐在一起 为了陪在自己爱妻的身边 何以辰也想把自己商务舱的票退掉 然后陪在赵莫生的身边 可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经济舱已满人 而到了飞机上 何以辰却在商务舱 巧遇了一同回上海的霸总应辉 何律师 应总 冤家路窄的两人 自然不可避免一场 唇枪舌剑的言语对决 一日不见就追出千里 这是书期间的乐趣 应总顾家寡人 不懂也很正常 两人互不相让 就这样逗了一路的嘴 为了让自己眼下的处境得以逆转 应辉也决定拿出他的杀手锦 他用赵莫生在国外期间拍摄的照片 办了一场展览 望着眼前这些照片 应辉也情不自禁地陷入到 曾经那段回忆之中 应辉对自己的助理感慨 他感觉自己太过自信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我只是看到了世界的一角 就自负了一位掌握了世界的全部 我不该让莫生回国 应辉让自己的助理邀约何以辰来到展馆 因为他打算把他和赵莫生的婚姻关系 并没有解除的事情告诉何以辰 两人碰面之后 应辉对何以辰讲述着 展馆内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这里面有赵莫生 在国外第一张拿到稿费的照片 也有赵莫生第一次在国外获奖时的作品 应辉仿佛向何以辰宣示着感情的主权 故意在言语之中 把自己在国外一直陪在赵莫生身边的事情 告知给何以辰 可何以辰却不为所动 何律师怎么不说 何以辰深知应辉如此费尽心思的用意 应从自得其能 沉寂在往事中 我不好意思答应 眼见何以辰对这些照片不为所动 应辉随即便带着何以辰 来到他与赵莫生合照的图片面前 应辉深情款款讲述着国外那段往事 赵莫生因为喜欢小孩子 于是他们便共同收养了小家 应辉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何以辰也不知赵莫生当初收养去的孩子 是为了感恩帮助过自己的房东捐姐 可即使这样 何以辰依旧对他与赵莫生之间的感情毫不动了 应辉见此情形 也只能拿出他最后的杀手锦 应辉随后对何以辰说明 他不介意何以辰与赵莫生的过去 但他也希望身为律师的何以辰 他更不应该违背法律与道德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可对于在心底执念不改的何以辰来说 应辉的这些言辞 都不足以撼动他与赵莫生的感情 回到家的何以辰 让赵莫生坐到自己的身边 他仔细询问赵莫生 在国外与应辉办理结婚登记的相关流程 何以辰身为专业的律师 在经过一番问询之后 也在心中有了自己的计划和安排 而他与应辉之间的这场角逐较量 也即将收尾 那场拿起背包 说走就走的旅行愿望 你是否已经实现 旅行的目的不为跋涉千里的向往 只为漫无目的的闲逛 伴随着穿越云层的航班 和驶过一望无际的路途 何以辰转眼间 便带着赵莫生到达了目的的 两人便朝大海 遥望看不见尽头的碧海蓝天 他们呆呆地站在被阳光灼热的沙滩上 满脸微笑 却有些缓不过神 何以辰随后带赵莫生 来到他们居住的酒店 可当赵莫生打开卧室拉门的时候 却发现卧室内只有一张大床 赵莫生害羞地询问何以辰 赵莫生故作镇定地为何以辰点赞 而殊不知此时的心里 却早已紧张地小路乱撞 他来到洗手间 用深呼吸来调整自己无法平复的情绪 并给自己加油打气 经过了洗手间那几回合的折返跑 他才渐渐地让自己激动的内心冷静下来 何以辰带着赵莫生来到海边沙滩上 而他自己却靠在海边的沙滩椅上悠闲地吹着海风 看着自己的爱妻像个孩子般的嬉戏玩耍 这一刻他的内心顿时幸福无比 而另一边的何以梅也被电台领导找到 为了增加节目的收视率 他想让何以梅想办法邀约应辉 参加电视台的节目专访 而随后应辉的助理 便把何以梅邀约一事告知了应辉 他叫何以梅 是何以辰的妹妹 助理告知应辉 虽然两人是兄妹 但实则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听到此处 应辉便立即察觉到了一些事情 随即他也同意了与何以梅的见面 因为一个挑起事端的计划 已在他的心底悄然而生 何以梅来到应辉的公司 见面客套问候之后 他便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他直接表明 应辉先前接受了杂志社的专访报道 但是杂志相比电台 很明显没有更大的曝光率 可话语刚一出口 就被应辉霸气地回给过去 何小姐 我给你十分钟时间 不是让你来贬低别人的 何以梅听后 尴尬地为自己刚刚过失的言语道歉 而随后应辉也旁敲侧击 利用何以梅这个棋子来完成自己的计划 他告诉何以梅 自己从来不接受任何专访 之所以破例接受杂志社的访问 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在杂志社工作 明夫人也在国内工作了 应辉把事情一点点渗透给何以梅 他表示自己的妻子爱耍小孩子脾气 和自己在国外吵了一架 便直接回国了 自己也只能任由他的性子 既然他喜欢摄影 想当一名摄影师 自己也只能随了他的心愿 何以梅顺着应辉提供的思路 想着应辉刚刚说的话 他很快便联想到了赵陌生 赵陌生 何小姐也听说过太太的名字 真的是赵陌生 何以梅得到应辉的确认后 立马变得心不在焉起来 因为他感觉赵陌生欺骗了何以辰 可何以辰却还被蒙在鼓里 他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应辉的公司 开车的路上 他脑中一直回想着应辉刚刚说的话 随即他便来到何以辰的律所 想将此事告知给何以辰 来到楼上看到空荡荡的办公室 他立即拨通了何以辰的电话 而电话那头的何以辰 此时正满眼深情地看着 在海边玩耍的赵陌生 一辰 你听我说 赵陌生他 他在国外结婚了 你怎么会知道 你知道 他已经离婚了 可是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过啊 面对电话那头何以辰 满不在乎的语气 何以梅的心里顿时如遭暴击 因为他感觉何以辰 即使宁愿选择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都没能选择自己 这瞬间让他绝望不已 而更大的打击 似乎还在身后等待着他 一辰 你听我说 赵陌生他 他在国外结婚了 你怎么会知道 你知道 他已经离婚了 可是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过啊 你一直在等他 我不在乎 我会做他 听着电话那头挂断电话的盲音 何以梅绝望地陷入到自己的沉思之中 他想不明白何以辰的选择 更不知道自己输在了哪里 何以辰宁可选择离过婚的赵陌生 都不愿选择自己 这让他心中顺时万念俱灰 感觉自己一败涂地 而随后律手的合伙人老员 也来到楼上何以辰的办公室 并在无意之中 又给何以梅刚刚伤过的内心补了绝杀一刀 他告诉何以梅 何以辰不在律所 而是陪着赵陌生去国外蜜月旅行去了 何以梅这才知道 原来何以辰不仅知道 曾经赵陌生与应辉的婚姻真相 而且还毅然决然地 与赵陌生领了结婚证 为了不让自己在律所众人面前 落下眼泪显得狼狈不堪 何以梅也只能怀着绝望失落的心情落荒而逃 他一个人回到家后 躺在自己的被子里 伤心的眼泪 情不自禁地夺况而出 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是这世上最无助伤心的事情 但大多时候 我们却习惯自欺欺人心存幻想 可结果 却从不会陪着我们骗人 注定是遍体鳞伤 和久久不能走出来的伤痛 对比着何以梅的满心悲伤 另一边的何以辰与赵陌生的心情 却截然相反 两人一身轻松的细细于避海蓝天之间 放空的心灵被陶醉的景色 和甜甜的爱意充满着整个心底 海风轻抚着两人的面颊 两人漫步在柔软的沙滩上 海浪追打着向岸边涌来 悄悄踏去两人的足迹 临近傍晚 两人坐在海边沙滩上 赵陌生轻轻依偎在何以辰的肩膀 这一刻的幸福如同画面般美妙绝伦 但赵陌生却不巧被爱的微风吹过了头 导致自己感冒 让两人甜甜的蜜月旅行 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何以辰为赵陌生吃药 并假装言语上 则被他打乱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这让赵陌生一头雾水 他好奇地向何以辰询问 可何以辰的回答 却让他瞬间一脸害羞 赶快变成世事婚姻 反应过来的赵陌生满脸害羞 想故意岔开话题 随后他便心里小露乱撞般地 赶紧躲进被子里 这一波狗粮隔着屏幕输出 顿时让我有些难以消化 而另一边的何以梅 也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绪 他终于醒悟 对于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来说 即使付出再多 也终将无法打动对方的内心 他想在心底放下对何以辰的感情 同时他也不想让另一边 追求自己的陆远峰 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 他给陆远峰打去电话 告知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陆远峰知道何以梅的心里 一直有另一个男人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何以辰 心情失落的陆远峰找到肖小 他想知道 到底是哪个男人 让何以梅如此伤心 肖小没有告诉他答案 只是告诉陆远峰 何以梅受的苦 都是他自己心甘情愿 自作自受 和其他人无关 陆远峰感觉肖小铁石心肠 可肖小却告诉陆远峰 感情是这世上最不可靠的东西 肖小谈起自己的往事 自己小时候 是被奶奶一手带大 大学时 也曾心动地喜欢过一个男孩 失恋后 他伤心地把自己一个人 关在宿舍三天三夜 而就在这期间 他的奶奶 却突发疾病离世 因为感情的牵绊 直接让他连奶奶的最后一面 都没见到 这是他心里永远的亏欠和伤痛 所以从那时起 他对感情失望透顶 闭口不谈 听了肖小的故事 陆远峰也不禁在心底 对他的遭遇有些心疼 随后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出去喝酒 来忘记此刻的心中忧愁 而喝断片的两人 也稀里糊涂不知不觉 就住到了一起 早晨起床的陆远峰 依旧有些头疼不已 但随即缓过神的他 却发现自己身旁的被子里 躺着一个人 他心惊胆战地走过去 掀开被子的一条缝隙 这让他顿时惊讶万分 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肖小也醒了过来 陆远峰险些紧张地 从窗户上跳下去 而两人生弥煮成熟饭的 巧合情缘 也在冥冥之中 被月老偷偷地 为两人系上了红线 你说小师妹的杂志社 要采访向横 他们也太没眼光了 选来选去 为什么不选我呀 他和合伙人老员的友谊小船 再次沉默 而何以琛与赵默生的 蜜月旅行也已结束 各自回到了工作岗位之中 赵默生陪着同事 来给向横做专访 可因为向横和赵默生 是大学校友 彼此又太过熟悉 这让向横法而有些放不开 我去师妹 你真明晃晃地看着我 没有办法当猫二人的 接受采访 去 赵一琛玩什么 赵默生随即来到了 何以琛的办公室 而此时的何以琛 却恰巧去了洗手间 并不在屋内 赵默生模仿着何以琛的日常 一个人自娱自乐地坐在椅子上 开心地玩了起来 而当何以琛回来的时候 正看到自己的爱妻 坐在椅子上 玩起了魔力转圈圈 何以琛决定过一段时间 带着赵默生去见自己的家人 这让赵默生听后 立马开心不已 而谈话之时 爸总应辉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应辉在电话中表明 自己有重要的事情 需要当面对他讲 赵默生没有直接答应下来 而是答应稍后给他回电话 挂了电话的赵默生 把应辉邀约一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了何以琛 何以琛也决定亲自开车送他过去 来到楼上之后 应辉便带着赵默生来到了展馆内 并表明想把这个展馆 作为礼物送给他 因为里面的作品 都是他在国外时所拍摄的照片 赵默生听后连连推脱 应辉自以为是的惊喜 到了赵默生这里 都变成了惊吓 随后应辉便带着赵默生 来到了他们两人 与小家的合照面前 应辉想起国外时 自己与赵默生那段难忘的日子 他也随即向赵默生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你说过 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要找寻 你曾经的女友 我说要找回失去的爱 是你 不 应大哥我们已经离婚了 赵默生对应辉说明 当初协议结婚的目的 也只是为了收养小家而已 说完之后 赵默生便想转身离开 却被应辉一把拽住 应辉表明 在国外那段时间 一直都是自己陪伴着他 他和何以辰的感情 已经回不到最初时的样子 怎么现在很好 我会好好经营我的婚姻 你可得没有什么婚姻 情绪激动的应辉 渐渐冷静下来之后 便对赵默生说明 他们两人之间 才是合法夫妻 这让赵默生听后 顿时一脸惊讶 应辉表示他们之前 递交到法院的离婚协议 因为不符合规定 已经被退了回来 所以他们之间的离婚 并未生效 赵默生对事情的结果难以置信 开始两人的生活 但却被赵默生直接拒绝 应辉也决定给他时间 让他好好考虑一下 随后赵默生便直接离开 回到车里的赵默生 满心失落 却又难以启齿 最后 他还是把事情的真相 告诉了何以辰 可何以辰却并不吃惊 反而表现了一点淡定 因为他先前便早已知晓此事 看着何以辰的表情 赵默生刚刚悬着的心 才慢慢放下 而随后何以辰便开车 带着赵默生故地重游 来到了他们大学时代 常去的教堂 而何以辰对赵默生的沉默 也即将兑现 你年少之时 对那个人许下的承诺 如今是否已经兑现 他现在是否是你的枕边人 陪你过着一五两人 三餐四季的简单生活 还是和你再一次悲伤的告别后 就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 从此阴性全无 经历了大学时的相遇相恋 熬过了七年时间里 天各一方的分别相思之苦 索性何以辰与赵默生 不忘初心又回到了彼此的身边 来到曾经许下诺言的教堂门口 两人深知这一路走来 有多么的不容易 但索性结果是好的 就是最大的幸福 何以辰拿出准备许久的钻戒 向赵默生求婚 赵默生面对突然的场景 怦然心动 却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可何以辰却觉得意义不同 对于他们两人来说 对现诺言的这一刻 才是真正意义的在一起 何以辰拿出戒指 为赵默生戴上 眼见气氛都烘托成这样了 情不自禁的两人 便想来个甜蜜深情的拥吻 可却不想 被赵默生紧张后的咳嗽打断 甜蜜温馨的气氛 被眼前发生的突发情况搞砸 爱情转眼变成了喜剧 赵默生一脸尴尬的微笑 何以辰随即便把赵默生拥入怀中 并告诉他 自己不会现在欺负他了 听了何以辰的话 赵默生却顿时一脸坏笑起来 看到这里 不禁让我想起了 新爷电影中 达叔曾经的那句经典台词 这种要求我真是一辈子都没见过 面对赵默生没羞没骚的要求 何以辰随即便带着赵默生 回到了两人幸福的爱潮 接下来的这段 我猜大家都不喜欢看 我帮大家看看得了 何以辰走到窗边 心中若有所思 因为经过此事之后 他才打开所有的心结 先前自己心里的误解和芥蒂 都烟消云散 因为离别的七年时间里 赵默生依旧为这份感情 忠贞不渝地守护着 而先前的何以辰 却误以为应辉 也曾与赵默生有过亲密的举动 何以辰满眼深情地 看着赵默生来到床边 赵默生依偎在何以辰的怀里 因为出于先前心中的介怀 何以辰并不想听赵默生 讲述他们分别时 他在国外的那个经历 赵默生随后便对何以辰 讲述了他在国外时 在餐厅打工一个人 孤独无助的日子 何以辰也了解了 赵默生为感恩房东 在异国他乡照顾自己的恩情 与应辉假结婚收养小家的事情 何以辰听后 心疼地抓着赵默生的手 这一刻过后 何以辰才彻底知道了 事情的所有真相 而此事过后 宠妻狂魔的何以辰 不管自己律所的事物多繁忙 他都满脸幸福乐辞不疲地 给赵默生当起了全职司机 两人变着花样的秀恩爱 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而此时律所里的客户 却等待着焦头烂额 以前的工作狂何以辰 现在却成了迟到早退的专业户 所幸何以辰专业一流的实力 总是能赢得客户的信买 三言两语之间 便能解决问题的关键 合伙人老袁询问 何以辰迟到的理由 被爱滋润的何以辰 却直接给单身狗老袁来了一波暴击 早点结婚 你就懂得 才结婚几天啊 这三天两天给我秀恩爱 说不定以后 天天秀 老袁被何以辰的话 气的感觉这日子 真是没法过了 他也决定去休假 然后征婚脱单 可话一出口 大家便落荒而逃 面对这样的场面 这可真是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听了何以辰的话 反应过来的赵莫生 顿时一脸坏笑 婚后的何以辰赵莫生 真的是彻底放飞自我 过起了没羞没骚的二人生活 而何以辰 也从先前那个 只顾工作的金牌律师 如今乐此不疲的为爱妻 当起了家庭主夫 两人无死角的秀恩爱方式 真是不顾万千单身网友的感受 就连律所合伙人老袁 现在都能跟着借光吃口热乎饭 但是饭菜虽好 可身为单身狗的老袁 却难有心情下咽 因为他知道这饭菜 绝对不是何以辰 特意给自己做的 而三人交谈之时 向横告知何以辰 应辉的公司 因为提供财务虚假报表一事 现在已经被推上风口浪尖 估计他很快就会回到 国外处理公司相关事宜 这让何以辰听后 心里隐约有一些计划 而另一边罢总应辉的处境 也颇为艰难 因为公司财务报表 弄虚作假的事情被曝光 导致公司的股价持续下跌 国外的律师 催促他马上回总部处理此事 并特意提醒应辉 在眼下这样的关键时期 不要把之前离婚协议书 作假一事也牵扯进来 要么公司的形象将遗落千丈 难有回旋余地 无奈的应辉 也只能选择重新回到总部 可他心里还是依旧放不下赵莫生 隔天上班的赵莫生 便看到自己的电脑桌前 放了一大束玫瑰花 可他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这并不是何以称颂的 而是霸总应辉 不想再与应辉有瓜葛的赵莫生 带着花束来到他的公司 并把东西归还给他 看来你真的不太喜欢这个 应大哥 如果你真的想要送我礼物 我希望是离婚判决书 说完之后 赵莫生便直接转身离开 而应辉也对赵莫生说明 自己是不会放弃继续追求他的 而何以琛 已经着手委托自己国外的律师朋友 找调查公司 帮自己彻查一下应辉 当初离婚协议的造假仪式 隔天何以琛开车 准备带赵莫生去见他的家人 可两人的到来 虽然受到两位老人的热烈欢迎 但却让何以琛的处境有些尴尬 因为他不能忍受 两个人在自己面前秀恩爱 也对赵莫生 已经与应辉结婚的事情 无法释怀 随即他便连晚饭也没吃 便借不去社区主持节目离开 晚饭过后 几人来到社区观看何以琛的主持 何以琛大方得体的舞台把控 和台上的精彩演出 引得台下掌声连连 但却不想何以琛在下台阶时 险些摔倒 关键时候 赵莫生急忙跑上前扶住了何以琛 但却导致自己的脚踝扭伤 看着何以琛并无大碍 何以琛便随即扶着赵莫生 打算回去休息 可两人甜蜜的举动 又让何以琛心声失落 何以琛出于心中 对赵莫生深深的误解 她感觉赵莫生 总是刻意在何以琛的面前 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晚上回到家后 何以琛借着给赵莫生 送汤的机会 前来质问她 何以琛你怎么了 何以琛觉得赵莫生 只会把自己装成无辜的样子 随即她气愤地说道 但你做的事情 真叫花木小开 说完便想转身离开的何以琛 被赵莫生叫住 因为赵莫生 不知道何以琛所指的事情 究竟是什么 何以琛随后便说出了 赵莫生与应辉 在国外结婚的事情 并指责她曾经已属于过别人 但现在却还回头 纠缠着一直等待她的何以琛 赵莫生对何以琛说明 她与应辉是假结婚 并无事实婚姻 何以琛听后一脸惊讶 赵莫生解释 那时候是为了收养一个 无人看管的孩子 不得已而为之 何以琛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被应辉当成了棋子 故意为了挑拨两人之间的关系 想到自己的种种作为 她心怀愧疚 沉默地离开 她对自己很失望 她不明白自己 为何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赵莫生把何以琛心情低落的事情 告诉给何以琛 她想让何以琛想想办法 而何以琛晚些时候 来到客厅里何以琛的身边坐下 何以琛心怀愧疚地 为自己所作所为道歉 这一刻的何以琛是真的打开了心结 而何以琛也告诉她 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 他们是兄妹是一家人 他们之间永远不需要道歉 何以琛离开后 何以琛一脸淡定轻松的表情 看来 她是真的已从这份沉重的感情之中解脱出来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你结婚了 This is my wife 找陌生 找陌生人结婚 怎么外国人找熟人结婚 伴随着国外有人 在机场出口言语幽默的热情相迎 何以琛带着赵陌生来到了国外 准备找寻证据 以被办理赵陌生与应辉之间的假结婚意识 这位外国友人名叫詹森 是加州最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 看似吊郎当完事不公 但却是实力一流的律师 也是何以琛的好朋友 两人当年是因为一个合作项目相识 并彼此惺惺相惜 来到律所以后 应辉的律师在应辉的授意下 曾经的确给国外婚姻登记处的公职人员 转账过一笔费用 用于离婚协议书造假的好处费 而只有获得此人的证词 这件事情才能有转机 于是几人便忙碌起来 何以琛带着赵陌生来到餐厅吃饭 看着上菜的服务生 赵陌生情不自禁地想起了 自己孤苦伶仃在国外打工的日子 那时候因为他的英文不好 偶尔会把顾客的菜品记错 从而受到老板的责罚 最后只能沦落到在后厨帮着洗碗打砸 才能艰难度日维持升级 而微博的收入 让他每个月都被房东催缴房租 去超市时 也只能精挑细选一些客价商品 或者即将过期的食物用来冲击 何以琛听后 忍不住心疼地询问赵陌生 为什么不会过 那时候 为什么不会过 听了何以琛的询问 赵陌生不禁想起了大学时代 两人分手时的场景 那是他最难过绝望的至暗时刻 你别再来着 我但愿从来没有人是过 赵陌生说 他以为何以琛只要说出来的话 就永远不会变 他那时以为 他们俩的感情 随着何以琛提出的分手 已经走到尽头了 你见过吵一次架 就彻底分手了 可是我以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了 何以琛对赵陌生说道 即使他不回国也没关系 因为他那时已经预约办理了签证 即使他不回国 自己也已经打算来到国外找到他 赵陌生听后心里温暖地说不出来话 暖暖的幸福感 在他心里挥之不去 而霸总英辉的处境 也来到了悬崖边上 刚上市不久的公司 就遇到财务报表造假被曝光 导致公司股价持续下跌 股东对他的信任已经达到冰点 眼下的映辉 也只能全力应对公司的事情 詹森带着何以琛去找证人的相关线索 过程无关紧要 又有些拖拉剧情 咱们化繁为简 证人是个十足的赌徒 在赌场输得血本无归 詹森帮他付清了欠下的赌资 想以此来作为交换条件 但却遭到了此人的拒绝 因为他感觉自己 可以在映辉那里拿到更多的好处 可詹森告知映辉的公司 遇到危机很可能会破产 眼下已是自身难保 无奈之下 走投无路的证人 只好和詹森合作 何以琛带着证人的指控证词 来找映辉 映辉看过之后 便已知晓自己大势已去 因为自己公司的危机 还处在风口浪尖上 如果再被爆出 自己在婚姻关系之中 有造假的事情 那他将彻底跌入深渊 此时的映辉 在事业与感情之中 父辈受敌 已是穷途末路 何以琛拿出 已准备好的正式离婚协议书 转交给映辉 出于映辉 曾经在国外时 对赵默生的照顾 何以琛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 只要他自己同意 主动签下这份协议书 那关于映辉身上 所有的负面新闻和证据指控 何以琛都可以装作不知道 而无路可走的映辉 眼下也只能无奈接受何以琛的提议 只不过 他想在签下协议之前 再重新建一次赵默生 和他做个正式的告别 即使优秀如霸总映辉一样的男人 也有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时候 曾经的自己 因为是穷小子一个被初恋嫌弃 当他身为上市公司的多金总裁 以为自己事业有成可以得到一切的时候 却又遇到了一个根本不爱钱的赵默生 还是曾经第一次相遇相识的地方 映辉邀约赵默生来此见面 但心情却已截然不同 赵默生表示 当初因为收养小家 他感谢应大哥那时 对自己出手相当的恩情 但是那毕竟是名义上的假结婚 他希望一切的事情 可以简单地开始 并简单地结束 映辉思考片刻之后 也光明磊落地表明了自己当初的心思 他表示当初的自己 并非完全是为了帮助小家 自己是存有私心的 因为赵默生的善良 在相遇之时便已打动了自己 面对映辉直言不讳的表露心意 赵默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而如今的映辉经过一路的争取 他已知道赵默生的心 根本不在自己这里 他已决定坦然放弃 并同意配合他签署离婚协议 我同意离婚 既然注定要结束 我也希望他结束得简单 不给你留下任何伤害 赵默生因为映辉的成全而心生感激 映辉随即拿出一斗之中的钢笔 签署了离婚协议 虽然心有无奈 但映辉还是发自真心地祝愿这个 让他爱而不得的善良女孩 能永远幸福快乐下去 随后映辉便起身 带着伤心失落的心情离开 生命的路上 转脚是为了遇到你 而转身只是为了那一句 无可奈何的祝福 从此一别天涯远 只剩一句别离真重留在回忆之中 而回到国内之后 两个人便发起了婚礼情节 这让赵陌生的同事为他高兴不已 而另一边 何以琛的律所合伙人老袁和向恒 也陪着他出来买西装 老袁为了提高自己的档次合颜值 也不惜花重金买下一套 并在导购人员面前开始耍帅 但却遭到了导购人员的无视 这要不是因为老袁买了一套西装 我真怕人家导购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 而就在此时 何以琛从试衣间走了出来 导购急忙热情地跑上前 言语之中 一顿赞美之词 导过巨大的反差待遇 让老袁看后 愣在原地一脸龙圈 何以声肖默 这部剧后边的剧情太过拖泥带水 严重脱离了主角的路线 让我个人不敢恭维导演和编剧的思路 当然这只是我觉得小太鸟自己的看法不喜无喷 陆远峰和肖小经过几番周折之后 终于走到了一起 而何以梅也在无意之中 遇到了让他一见钟情之人 经过一路波折和坎坷 何以称与赵莫生 终于如愿地步入婚姻殿堂 兑现了彼此相守一生的承诺 所爱如隔山 山海皆可平 彼此守护出心不改的两人 终于得偿所愿收获完美情缘 而赵莫生也留起了长发 回到了当初大学时的样子 转眼几年已过 二人世界变成了幸福的三口之家 何以称与赵莫生带着两人的宝贝 来到曾经的大学校园 漫步在悠长的小路上 这一刻的幸福无与伦比 从校服到婚纱 再倒入今幸福的三口之家 生活本就是平凡之中 一起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起看潮起潮落 一起赏花前月下 祝愿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 也祝贫目前的暖 能拥有笔剧中 还要甜蜜幸福的姻缘 至此何以生肖莫的剧情 全部更新完毕